第2591章静时之争 韩非现在反正不耸 摊牌也无所谓 反正到都到了 就问你们心动不心动 如果不心动的 那就自行离开 但是实际上就算现在有人想走了 可若是走的人少了 也不一定能回到百蒙城 这一路横推而来 动静实在太大 沿途击沙的旷妖不计其数 这势必会导致很多旷妖抢来觅食什么的 所以 回去的路不一定安全 而少量的人可做不到大军横推这样的效果 所以 这个时候 韩非也就不装了 咱摊牌了 明说血手矿魔被不祥沾染 又怎么了 有本事你别下啊 他料定这些人不会揭察 因为此番来的都是化新大后期级以上的强者 虽然有很多人并没有应对过不祥 但是这里有神兽一脉的强者啊 还有 应对不祥的力量 拾荒者之城和原始之城不是有吗 他们这次出动的人手这么全面 真到了必要时刻 肯定要出手的吧 所以 立刻就有人看向原始之城的那位首领道 安山北 听闻你们混沌废土长年和不祥打交道 你们应该有应对不祥之力的办法吧 有人附和北伐大军是一体的 不是说下方有三万余血手矿妖吗 那可是三万化新大元满级别的强者 我等若是没有保障 为什么要拿命去帮你们击杀那么多的血手矿妖呢 然而 安山北先是看了眼石荒者之城那人 然后才道 首先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这血手矿妖竟然附带着不祥之力 否则 我们定会安排混沌废土那边送来进化不祥之力的物资 可是 现在我们仅凭储备 能有多少 若全凭我们的储备物资 是肯定灭不掉这么多血手矿妖的 就是不知道石荒者之城和流浪者之城那边还有多少储备了 众人将目光看向罗臣 他是石荒者之城此番的首领 这特么禁食我还没物热呢 就被惦记了 不过 罗臣也不是省油的灯 只听他道 你原始之城都没有多少储备 我们能有多少储备 关键是 那可是化新大元满级别的矿妖 咱们一枚禁食又灭不掉 若是单纯用禁食击杀 便是十万枚都不一定足够击杀一千只血手矿妖的 不用别人问陈天涯 只听陈天涯道 我们流浪者之城一共就来了十个人 你们看我也没用 我家老大没来 就算我家老大来了 他也没那么多禁食啊 禁食是在混沌废土才会使用的东西 一般情况下谁会携带海量的禁食来无银矿区啊 罗臣 不错 不过我记得 恐怖之都和我们混沌废土之间 是有长期交易的 我们混沌废土的禁食 会有一部分通过无银矿区作为中转 送往恐怖之都 前一阵子 我们似乎刚好出售了一批吧 不知道无双公娘这边有没有携带 无双神色平静道 抱歉 我出来混沌废土 暂时还没接触到这事 不过我可以跟我的手下们问问 或许他们身上应该有携带一些 毕竟 他们中有好几个是专门运送禁食的 一时间 原始之城等四个势力坚决不承认自己身上有多少禁食 废话 到了这个点了 连不祥之力都爆出来了 他们几个又不傻 怎么可能爆家底呢 次大势力 就禁食问题 相互推诿起来 却见无双目光扫向自家所在的方向 片刻之后 只听他道 诸位稍等 我们这边有人可以通过新海战回百蒙城 先去用一些禁食 但是 前面和原始之城 拾荒者之城交易的禁食 已经分批次运走 还剩下多少 我也不是很确定 完了 随着无双一个眼神示意 就看见恐怖之都那边 有人回归了本命星辰 待那人离开后 只听无双道 禁食作为混沌废土必备之物 我不相信两位身上一点都没有 两位都是拥有四条道索的强者 在各自的势力中也仅次于主使者的存在了 操持着各自势力中几乎半数的事情 纵然两位说身上没多少禁食 那几亿没应该可以拿得出来吧 只听王小九道 喂 你们俩到底有多少啊 交个底 这什么时候了 连这点贡献都做不了 信不信本猫现在就把你们给宰了 莫丘也道 你们这些人 就是心思太深 现在是寻找传承之地的关键时刻 如果因为你们俩人掉链子 可休怪我凶兽一脉发火 这一回 神兽一脉倒是没和凶兽一脉去争 因为莫丘说的也是事实 如果因为这几个人的原因 阻碍了这两万人打下矿腰剑 纵然他们神兽自诩正义 那也会忍不住要动一动 这原始之城和拾荒者之城了 一时间 罗尘和安山北便命了一般 俩人被实实在在地恶心了一下 但他们却同时将目光看向陈天涯 心说我们倒霉你也别想好过 然而 只听陈天涯光棍地说道 我身上一共只有一亿霉尽石 你们若是不信 可以让人进入我本命星辰查探 我会放开本命星辰上的所有限制 真的 我丝毫不介意 完了 陈天涯有些感叹道 我们流浪者之称 毕竟是后来居上的实力 论底蕴 论实力 肯定和原始之城 还有流浪者之城没法比 我敢开放本命星辰 二位敢吗 难道说二位身上有许多进食 却不愿意贡献给大家 陈天涯心说 我的进食权在这位人徒身上呢 但是谁知道呢 反正我流浪者之城就只有十个人 各自身上都带了一点以备不时不虚 哪怕自己这一意全都拿出来做贡献 那都没有问题 被陈天涯这么一将 罗晨和安山北心里面已经要骂娘了 这次他们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来了 他们身上随身携带的进食数量都超过了十亿枚 这会儿 无双的人还没回来 但是这会儿如果罗晨和安山北部给出点交代 恐怕会立刻引起所有人的敌意 他们当然不会如陈天涯这么光棍 还好本命星辰是修行者的最需要隐秘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 任何人是不会允许谁私自查探自己的本命星辰的 这一次同样不会例外 只听安山北道 我原始之城可出三亿枚 诸位 话我说在前面 再多就没有了 哪怕打到回府 我也没有了 罗晨黑着脸 这腿娘的是逼迫自己拿出至少三亿枚进食啊 果然 罗晨脸色难看到 请述罗也只能提供三亿枚 毕竟这进食在不值钱 那也是适合无数不祥生灵厮杀回来的 所以 三亿枚进食的提供 意味着三亿只不祥生灵的陨落 只听无双揭查到 鉴于进食的稀有程度 只有混沌废土产出 所以我们也不白拿你们手里的进食 此次行动结束之后 我们自然拿出一部分既得资源 还给你们 或者以原价进行购买 反正不会让你们吃亏 却听王小九号祈祷 三亿加三亿 那就是六亿了 却听陈天涯插嘴 我这里可以拿出八千万 我们十个人留下两千万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 王小九歪头看了陈天涯一眼 随即到 六亿八千万枚 很多啊 这两难道还不够进化一些学手矿腰的 只听陈天涯道 难说 我们的进食什么级别的都有 还有探索者级别的呢 那种程度对于化新大圆满级别的学手矿腰来说 估计就相当于被蝼蚁咬了一口那么简单 所以 即便加上恐怖之都的供应 即便进食数量超过了十亿枚 也不一定够灭杀几万只学手矿腰的 王小九刚想吐槽 就听陈天涯继续道 但是 如果进食并不是用来对付学手矿腰 而是用了进化我们自身 那么十亿枚肯定是够用的 而山北和罗城同时附和道 不错 就是这个道理 终于 有人点头了 那么现在看来 不祥的危机 是不是就解除了 无双摇头 不一定 前提是不要被不祥轻体严重 否则就算是进食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进化的了 有人道 这是当然 如果一切都靠这石头就摆平了 那我们来了这么多人干什么吃的 韩非则笑道 如果你们想少死点人 那就最好将这什么净十分一分 每人分个几万块的 说不定还真能有点效果 有人侧目 你什么意思 你意思这还不够 韩非耸肩 我可没这么说 学手矿腰的唯一弱点被你们找到了 你们应该庆幸 我只是提醒一句 那玩意实力真的挺强的 你们也不能完全依赖这石头才是 正当这时 却见一道人影凭空出现 正是恐怖之都刚才进入本命星辰的那人 那人一出现 就像无双这边点了点头 只听无双道 五亿枚 正好还有最后一批五亿枚的存货 还没来得及送走 第2592张手探矿腰剑 进食的数量 超过十亿枚 众人也就都放心了 至于无双他们提供进食 自然也不是无常的 这是需要资源回报的 只是具体的回报 因为还没探索矿腰剑 所以众人也没法给出确切的需求 带到进食分配完毕 下面自然是要入矿腰剑了 韩非的神色平静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大多数人都猜测 韩非现在肯定憋着坏呢 实际上 韩非心里正在猜测 符魔术到底是不是变卦了 按理说 老元早就应该出来了 依老元的神魂 入主意玫瑰弹 别说那是玄武大帝的弹 就算那是神灵的弹 也早就搞定了 可是 到现在 老元讯息全无 而自己的分身也跟着消失了 没有归来 这意味着 到现在为止 老元都还没出傀儡城 这就不得不让韩非对符魔术抱有敌意了 不管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反正老元没出来是事实 所以 此行 韩非编出来那什么传承之地的借口 一方面是为了矿腰剑这个地方 一方面是为了救人 如果符魔术不教人 那就曝光傀儡城 一群化新大圆满或许拿不下傀儡城 但一旦傀儡城曝光 必有帝尊前来 这边 各大势力的首领 纷纷回归 开始招呼所有人 在外界是先结成阵型 准备下矿腰剑 甚至 有些人已经暗中准备了一些别样的力量 他们终究是不信任韩非的 所以不可能完全听信韩非的一面之词 就一股脑的往下冲 当然了 大多数人的想法是 反正跟我一起吓的人有很多 到时候就算出问题 也有人垫底 死的总归不会是自己 抱有这个想法的人太多了 所以这次手探框腰剑之事 并没有引起众人非议 只听各大势力首领纷纷喝道 结阵 入传城之地 所有人保持警惕 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这时候稍有不慎 便会万劫不复 有人呼喝 随时准备启动秘法 准备燃烧血脉 一旦出事 这是你们逃生的最大的本钱 除了各大势力外 散修群体的人数并不少 相比这些大势力而言 散修最大的特点是团结 有人喝道 诸位 我们没有那么什么强者庇护 也没有太多的压相敌保命之数 但是 我们人多 在危急时刻 我们要互相帮助 不仅仅是帮我们自己小队的成员 任何落难的散修成员 我们都需要帮助 这才是我们散修叱诈 无银矿区的基础 有人笑道 那是当然 比身世咱的确比不了 但是比团结 咱散修真的不耸那些个大势力 故乡帮助 才能越走越远 相比于百蒙这边 神兽一脉和凶兽一脉就简单粗暴多了 只听我纠喝道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一旦发现自己打不过 就往强者身边跑就对了 虽然那些玩意都是化心大圆满 速度能达到光暴之速 但是不要慌 咱们是凶兽 咱们抗揍 还有 一旦发现真的不敌 要死了 直接自爆掉 哪个自爆 附近的大员满沙过去 必须保证咱们同胞还能活着 神兽一脉的话和凶兽一脉的话差不多 但是他们也将自己的人手分成了一个个小势力 三五只神兽汇聚在一起 出发 下 抓刷刷就看见两万余强者 下饺子一样冲入矿腰间中 一个个都如灵大敌 所以也就神经紧绷 都保持好了自己最巅峰的战力 随时可以爆发出最强一击 矿腰间下两百多里 这里只是普通化新后期和大后期级别的矿腰 这些其实不算什么 各种各样的都有 因为还没看见血手矿魔 而是遭遇了一群银头沙 一群灵光带雨 一群矿金螃蟹等等物种 本来这群矿腰只是想来看看谁来了 结果迎面而来就是一道道玄光 一记记重锤 扑扑扑砰砰砰砰咚咚咚咚说时迟 那时快 北伐大军的战力 相当恐怖 凡是普通的矿腰生灵 几乎是一个照面 就全军覆没了 而一落的金矿之类的 眨眼间就被掏了个干钱静静 而矿腰间终究是积攒了数十万年的矿腰 所以 这些人还没下到矿腰间底部 迎面冲来的各种矿腰是数之不尽 只听韩非贺道 这就是我说的 这里并非只有血手矿腰 还有大量的化新后期和大后期的其他矿腰 其数量非常多 恐怕超过五万 然而 有人大笑 五万 那就代表有五万的资源 杀 有人痴笑 现在我们是北伐 最不缺的就是强者 区区五万矿腰 转眼便可杀穿 只听有人惊呼 哈哈 五级金矿 有三块 有人高呼 这一群海蝎子都是大后期 他们头顶着五级金矿呢 杀啊 有人震撼 好多矿腰 发了 这回发了 韩非就默默的听着这些人欢呼 矿腰间狭小 一下子容纳如此多的战士 各种力量相互碰撞 冲击 并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 他们此刻沉浸在兴奋的情绪里 因为还没发现血手矿膜呢 倒是高级品质的金矿 弄到了一枚又一枚 这要割平常 哪里能如此轻易的获得这么多金矿啊 然而 这种兴奋的情绪没有维持多久 很快 有人爆喝 谁在胡乱出手 能看这点吗 有人暴怒 混账 无不下的防御大阵 被你们的力量冲破了 还不罢手 而有人前一刻还在迎战 下一刻突然之间身体被一股水流洞穿 连带着神魂都浸灭了 看见这人陨落 不少人吓了一跳 他们什么都还没看见呢 是谁在对这人出手 然而 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一个 两个 三个 终于 有人察觉不对劲 注意这里的部分水流 似乎是某种生灵的触手 化成了水流的模样 只是 这个时候已经晚了 伏魔术根须是无意识体 他们本能的对外来的一切入侵者发动攻击 当然了 其数量没有很多 一到根须也就能发动一次攻击 在众人有意识的防范下 是可以做到规避和抵挡的 但是 因为这伏魔术根须的原因 很多阵法被打破 在阵形不全的情况下 又面临着几万只矿妖的疯狂冲击 本来还算是有秩序的北伐军 直接就被打乱了 场面一片混乱 因为好两万强者汇聚在这狭小的通道内 不乱才不正常 扑扑扑吃辣 就我轰隆一时间 北伐军被冲了个七零八落 雨落强者直线上升 另一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凶兽和神兽的各方位感知超过正常修行者 他们大部分竟能分辨充服魔术根须 并发动攻击对他们进行摧毁 因为矿妖剑地步距离上面也并不远 只有三千多里深 所以很多人在和矿妖战斗的时候 稍有不慎 就多跨了一步 结果就直接冲到了水底 这一冲刺 引发的后果不可估量 却听韩非传音陈天牙 带人后撤 随时准备出去 陈天牙一愣 但不宜有他 这一路上 他主要就是听从命令就行 现在 场面这么乱 肯定不适合继续往下探索 看来得出去重新整队才行 也就是在陈天牙 当撤回到后方的时候 忽然之间 就看见一道道光斑闪动 只看见一只只血色大手 横击而来 通轰龙扑吃这些血手矿魔的数量并不多 开始只有十几只 后来变成了一两百只 北伐军无往而不利的局势 在血手矿魔到来的一瞬间 被翻转过来 几乎那血手矿魔每一击 都能击杀一名强者 众人还没怎么反应过来 才意外的发现陨落强者恐达数千人了 这时候 韩非看了无双一眼 撤吧 而无双在看到陈天牙往后撤的时候 就已经通知恐怖之都的后撤了 凶兽和神兽可精明得很 因为对危险的感知更强烈 所以在确定北伐军大乱后直接就撤离了 那种情况下 根本不适合战斗 这时 无双才爆赫 全体都有 先行撤离 放弃此次探索 说完 无双把腿就走 也不管其他人 而原本那些杀得很疯 觉得遍地都是金矿的强者们 这时候 疯狂逃盾 要往矿腰剑外冲去 太强了 在阵法被冲破之后 他们才感受到如此数量的矿腰大军 到底有多么可怕 而这还不算 他们亲眼看见一只血手矿膜 竟然一圈轰穿了阵法 实名化 新大后期纷纷口喷鲜血 前后不超过一炷香 就看见一道道人影冲出矿腰剑 狼狈不堪 待到没有人从矿腰剑出来后 韩非扫了眼 北伐军现有人数 12998人 是的 短短一炷香时间 北伐军陨落了近千人 反观凶兽一脉和神兽一脉 在那边 竟然一个都没死 却见韩非摇头 一群废物 有人闻言 当即喝道 你说什么 韩非昂起头颅 冷笑道 我说你们废物 第2593章2探矿腰剑 韩非豁然起身 本以为发动北伐 能够横扫这里的血手矿腰 可你们这些人 眼中只有那银头小利 五级金矿很值钱吗 六级金矿又怎样 能打造神器吗 两万大军 甚至都没和血手狂魔正面战斗呢 被几百只血手矿腰给虐杀 你们不是废物是什么 打猫咪王小九也兴奋地站了出来 你们的确不行 打着打着就打乱了 虽然你们组成的是十人阵 但是不代表七个人 八个人就不能用 结果你们一旦有一个被击溃 整个阵都崩了 被杀得一败涂地 瞧瞧我凶兽一脉 一个都没死 因为我们不贪 默揪 王小九的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他说的的确没错 你们这些临时凑起来的北伐军 战斗效率太低了 即便是神兽一脉的白虎都说道 这一次你们北伐军的确乱了方寸 陨落了千人只当买个教训吧 不过现在下面应该也乱成一团了 或许我们应该等几天再下去 却听韩非摇头 不能等好不容易将除了非学手 矿腰的其他矿腰汇聚起来 下方的矿腰数量现在恐怕超过了五万余止 等他们忘了有人入侵这事 天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继续打 但不是刚才那般去打 有人看向韩非 现在去打 那可是数倍于我们的战力 韩非 矿腰智商低 你智商也低吗 只要维持你们的阵型不乱 就算下面有一万学手矿腰都能战 当然了 想要获得好处 唯有牺牲是不可能的 不管你们等什么时候下去 都会有人陨落 区别就是 你们乱打一气 可能全军覆没 你们稳扎稳打 反而能逐个击破 却见有魁梧壮憾起身 虽然我不喜欢人途 但是刚才的确乱糟糟一片 这样的北伐军不堪一击 你们需要暂时放下眼前的金矿 带到全金矿腰 再行分配 韩非瞧了眼此人 双臂之上被纹身不满 刚才战斗中 似乎瞧见此人硬汉过学手矿模 讲来应该是全盲山峰的首领 然而此人话音当落 就听见有散修出声 怎么分配 华星大圆满和我们 华星大后期境界不同 如何区分 只听有大圆满强者道 我以为 大后期可以分得所有资源的三成 放屁 同样都是卖命 我们拿三成 你们拿七成 竟不信老子现在打道回府啊 有人冷笑 北伐军起是你们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地方 有散修强者冷笑 怎么着 听你满口上位者的语气 你特么谁啊 竟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 那大圆满强者冷笑一声 散修冯伦 听说你的刀很快 不知道晋级大圆满后 你的刀还快不快 但我可以试试 都闭嘴 这时 却听无双站了出来 只听他道 恐怖之都作为百蒙城第一势力 我想应该比别人更有资格发言 首先 参与北伐的众人 都是来博命的 华星大后期的命和华星大圆满的命都是一样的 而寻找传承 这是一件需要同心协力的事情 所以 我建议 资源均分 大家可以相互监督 不准私自侵吞金矿 待到战后 还能活着的 均分金矿 毕竟那是大家用命搏来的 我赞同 却见神都王朝的一名青年男子 缓缓抬起手来 大圆满级别的强者 别忘了 你们来可不单纯是为了金矿 金矿 只要你们愿意 有的是办法去获得 现在是需要齐心协力的时候 在北伐初期 也因为内部资源分配不均而分裂了 这样 我们谁都捞不着好 有人附和道 我也赞同 一切都打完了以后再算 否则在这样一盘散沙 敌人没打完 自己这边全军覆没了 我们散修没有意见 我觉得我们化新大后期 都没有意见 实际上 我们大后期敢来搏 比你们大圆满更要够胆 而很多大圆满强者虽然不乐意 但是此刻也没再说话 是的 这会儿再跳出来 就是破坏和谐了 自家的首领也纷纷警告 虽然这是北伐 但是真正的话 与全职掌握在这些头部的首领级强者手里 一旦你闹得欢腾了 下场很可能是直接被击杀 无双 既然没有意义 那就休息一个时辰 恢复巅峰状态 准备战斗 这一次 不得胡乱争抢资源 所有势力 抽出一个人充当监察 队伍里有一人专门收集金矿 其他成员也可相互监督 最后瓜分资源即可 监察组 有人点头 每一个势力出一个人 这样的监察效果的确高效 即便监察人员遭受到了袭击 也不会全都被袭击而允 最终的监察结果 可信度是很高的 这时 有人起身 无奈中海神州 大眼门首领鱼波 方才一战 北伐大军陨落强者998人 共击杀矿1 6203支 其实战绩不差 只是后来学手矿腰出现 严重的打乱了节奏 否则结果绝不至于如此 众人心头一领 竟然还真有人能把这一切都算清 刚才那等复杂的情况 天知道谁和谁打了 谁被击杀了 但现在 众人发现北伐军中竟然还真有这样一位神人 那么这监察队 很明显就有了此人一个名额 讲来此人公布数据的那一刻 也是为了进入这监察队吧 忽然有人疑惑到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什么 我们陨落了近千人 各等矿腰更是陨落6000余止 但是 为什么天象没有丝毫的变化 咦 一时间 这人把所有人都问住了 就是韩非都愣了一下 吃了 陨落了那么多人 这里连大道裂痕都没有 这难道不奇怪吗 有封印 顿时间 众人就明白了过来 在这矿腰界下面 应该是被封印了 否则不管如何 数千强者陨落 天象怎么可能正常 有首领级人物看向韩非 韩非淡淡道 若是没有封印 血手矿腰早已离开此间 哪里轮得到我们来打 不仅仅血手矿腰有出现在外界 不祥之力也会在外界传播 所以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封印并不针对我们 否则我们根本出不来 韩非这么解释 大家也就懂了 没再纠结这个问题 一个时辰后 北伐大军 神兽一脉 凶兽一脉 再次进入矿腰界 可韩非所料差不多 这里的矿腰并没有完全离去 赶之一扫 至少有三万多的各色矿腰 还有近50只的血手矿膜 在北伐大军进入矿腰界的那一刻 这些矿腰再次蜂拥而至 但这一回 秉承了上一次的教训 北伐军队的阵型没散 所以当第一波冲击而来的 最近的数千矿腰 在和北伐军碰撞的瞬间 就被绞碎 毕竟 他们面对的 是相当于十个人的力量 砰砰砰在初步防御成功之后 却见光暴之速在线 只听有人喝道 不要分心 规矩所有力量给一个人就行 每个队伍中 规矩众人之力的强者 在见到有血手矿磨充自己来的时候 聪明应对 有刀芒蔓延 有棍影如天柱锤姬 还有一火焚烧 所以 只听砰砰砰多次交锋 虚空炸裂之际 有血手矿磨被终于被击碎 因为汇聚了十人之力的那人 最强战力可以爆发的 比血手狂磨还要强得多的地步 所以 这次一次 北伐军再次展现出了 强者应有的素质 嗡嗡嗡战斗持续了一炷香左右 血手矿磨的数量逐渐开始增加 起初只有300余止 但后来来陆陆续续又来了上千只 有人防住了 自然也有人没防住 便看见有一只队伍 有人身上黑气弥漫 而那一刻 这人捏碎了一大片的镜石 紧跟着他就感觉神魂在燃烧 是的 那股不祥之力 已经尝试侵入各族的身体了 那人在净化自己的同时 阵型破了 下一刻便有杀戮之拳击穿了阵型 阵型溃散 这九人纷纷掏出镜石 刺目的白光 直接将这只血手净化 但是一旦突破口被找到 来的就不再是一只血手矿魔了 当一下子来了三只血手矿魔之后 饶失这支队伍 接连释放新朱 但其中还是有人被一爪撕碎 连带神魂都没能逃脱 一炷香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当血手矿魔数量到达3000余止的时候 北伐大军出现了不低的损伤 短短一个时辰 遭遇血手矿魔3000余止 而自己这边陨落的轻者 却已经有800余人了 当然 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 这一次 那些普通矿妖被击杀数量 达到了一万三千多指 北伐大军中 不伐有人高呼 不要慌乱 即便队伍少人了 这法不能破 第2594章矿妖剑战役 当所有人都在战斗的时候 韩非同样在战斗 只是 他的战斗 要更加的狂暴 只看见 韩非徒手接下一只血手矿魔的杀戮之拳 单手扣住 然后竟然直接将血手矿魔的一只手臂给撕碎 再一拳 血手矿魔整具身体炸开 此不少人暗自惊呼 这撕的力量这么强吗 这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规模强者战斗了 论战力疯狂程度 要比当初韩非操控新海市 今已更加的疯狂 北伐大军 一旦阵型保持 纵然血手矿魔亲自出手 也无法一击撼动阵型 一旦血手矿魔一击未成 便有静时闪耀 大量静时爆发的瞬间 便是血手矿魔的弱点 有人会具食人队伍里全部力量 一击破开血手矿魔的防御 而后便是连续多次的神魂冲击 纵然血手矿魔属于七级矿魔 但其智商终究无法和他们这些智慧种族相比 不知道一击无功立刻身退的道理 所以韩非看见了大量血手矿魔的陨落 而对付血手矿魔最出色的 莫过于神兽阵营那边 不得不说 神兽可以归为神兽 还真不是以貌取兽 而是他们本身走的大道 多有进化之力存在 虽然大道不同 但效果却一曲同工 比如韩非看见一只火焰巨蟒 通体化火 在血手矿魔轰击他的瞬间 火光中充斥纯正火源 竟将那血手矿魔烧得僵直 而后身体一卷 死死扣住血手矿魔 纵然对方力量无匹 依旧不能挣脱 只能被那纯正的火源烧到神魂俱灭 有头顶独角的蓝色大马 竟可召唤纯正雷霆 雷霆本就有进化之力 血手矿魔被垫了的黑烟纸帽 都还没靠近那蓝色大马 就被活活给劈死了 韩非心头讶异 这是属性克制啊 神兽一脉里面 有类似属性的竟然还不在少数 反观凶兽一脉的战斗方式 和神兽就不同了 这群凶兽 可以说是相当的汉勇 比如那凶兽首领莫揪 韩非看着他速度完全碾压血手矿魔 一双利爪竟然可以抓穿血手矿魔的防御 即便韩非现在 都不敢说这么轻松破开血手矿魔的防御 而那个大猫咪王小九 他的速度甚至比莫揪还要快 让不少人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迅捷 那斯速度快到了近30倍光速 在如此极限之速下 王小九一顿狂挠 直接把血手矿魔挠成了碎块 甚至 韩非看见王小九张嘴就把那弥散的黑烟 还有那扭曲的神魂给吞了下去 再如那冰纹蜘蛛 他的身体周围环绕着极寒道运 一切靠近的矿腰 速度会严重降低 而后就看见那蜘蛛的两根利爪 宛若两道极寒之刃 切开矿腰力之大道 而后便有墨绿色的毒素渗透进去 凡中毒的矿腰 会直接陷入混乱 乱打一气 撑不过时息 身体就开始结冰 然后陨落 韩非一边战斗 一边观察着这一场战斗 不得不说 这是一场视觉盛宴 之前他还不觉得这北伐军能够将矿腰剑打穿 但现在 却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当战斗持续三个时辰后 那些普通的矿腰 基本上死的也差不多了 虽然矿腰剑很多万年没有人踏足 使得这里诞生了很多开天境的矿腰 但这里的空间 资源 相对来说毕竟有限 加上矿腰之间的相互厮杀 还有已经跑出去的部分矿腰 所以这里的普通矿腰数量终究不可能太多 这短短三个时辰的功夫 韩非见证了近五万矿腰的陨落了 纵然是血手矿腰 都陨落了超过三千余止 当然了 北伐大军强是强 但是消耗却一点都不少 而且 即便这连韩非也挑不出来多少毛病的战斗 陨落的强者数量依旧超过了千人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么多的矿腰也不是白给的 一个队伍能同时击杀一个矿腰 两个矿腰 但是你击杀不了五个六个 普通矿腰也是矿腰 人家也是开天境 人家的体魄还很强大 三个时辰击杀五万只开天境矿腰 怎么可能没有损伤 好在 这里还没正式下到矿腰舰最底下 现在来的血手矿膜并不是很多 一旦进去矿腰舰地下 再爆发如此恐怖的战斗 可能战局还有可能反复 此刻 因为普通矿腰的逐渐陨落了 便只剩下血手矿膜了 而韩非在等待 想看看血手矿膜会不会抱团 他也不是很确定 不知道血拳之下的那只手 能不能操控这些血手矿膜 要说这一刻 最忙的是监察队的 他们在细数着金矿的分布的 还有那些陨落的强者的尸骸 他们是不会允许这些人的尸骸 被某个实力独自带走的 毕竟 这可是化新大后期的尸骸 他们除了本命星辰之外 定然还有改造星辰 而且 在他们的本命星辰上 肯定还有极多的资源 所有人稍缓一口气 虽然见证了数千大后期 强者的陨落了 但是相比于收获 他们依旧觉得自己此行赚翻了 别的不说 光是这五万矿腰 加上这血手矿腰产出的七级金矿 这意味着 他们目前收获了至少相当于 三千多件神器 当然了 凶兽一脉和神兽一脉的资源 并不会和北伐大军共享 人家有自己的战斗方式 基本不需要依靠北伐军的相助 又半个时辰后 当最后一只血手矿膜的陨落 众人知道 目前海域附近 应该已经没有血手矿膜了 但是 他们更清楚的是 自己等人还没有去到矿腰剑底部呢 真正的矿腰剑底部是什么样 他们还不清楚 此刻 白虎那边招呼 百蒙那边的 你们还能继续打吗 能的话就先下去看看 总得试一下 无双 我们这边交流一下意见 莫丘 还有什么好交流的 这还不是胜利呢 不过是开胃前菜而已 现在你们北伐军气血正胜 正是主动出击的好时机 无双没管白虎和莫丘 而是传音首领道 中卫意下如何 这些人在见证了血手矿膜的强大之后 有人回应 我觉得可以继续 这个地方纵然矿腰数量极多 但是还没夸张到的无法匹敌的地步 有人音道 可以继续 我们现在主要面对的 毕竟还是普通矿腰 其实这些矿腰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并不多 折损的半数人数 都是被那三千余指的血手矿腰击杀的 但是 现在没有了这些普通矿腰的干预 我觉得后续的战斗不一定会有多惨烈 副意三个时辰的战斗虽然疲累 但我北伐军最低都是大后期级别 持续能力没有这么差 可以打 一群人附和同意 无双自然也没说什么 不过无双还是问了一下韩非的意见 无双 你怎么看 只听韩非道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提醒一句 刚才这场战斗 主要的敌人不是血手矿魔 而且 你们应该注意的是 有半数的血手矿魔 是神兽一脉和凶兽一脉击杀的 若是继续战斗 最好不要轻敌 这一次 倒是没人和韩非杠 因为这话说的的确没错 而且 韩非话里的意思 听着不像是希望北伐军出现大幅陨落似的 这至少说明 现在还不到韩非过河拆桥的时候 韩非态度如此 某些别有心思的人 倒是乐得一见 而有了第一次惨痛的教训之后 北伐军众人也都学聪明了 资源什么的 得要先活命才行 本来一万五千多人的北伐军 现在连一万二都不到 但是资源却是持续增加的 所以 前妻死的越多 后面活下来的 分的也就越多 本来 参与北伐就是一件赌命的行为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生育 因为大多数来无银矿区的人 本来就是在赌命 与其在百蒙城那边私混 靠着一些小矿区缓慢成长 不如一次性干一票大的 干成了 抵得上千年万年修行 干不成 命也就搭进去了 亏吗 没有人觉得亏不亏这个问题 他们成长到现在 已经见证了太多的同伴离去 能活下来的 哪个心性不强 而前来无银矿区的 哪个没有正道的心 所以 在全票通过 继续探索的时候 众人再次结阵 化灵为整 再次变成了几乎全员十人组 矿腰间下方 所有人都做好了随时爆发的准备 在他们降临矿腰间底部的那一刻 第一反应当然是感知横扫 但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入口附近的 血手矿膜都被他们斩杀了干净 所以起先并没有发现血手矿腰 但是 他们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矿腰间下 内有乾坤 路口只有千里纵横 而下面 感知却扫不到头 天知道具体有多大 而这时候 韩非俨然成了领路人 大猫咪王小九掠到韩非身边 叨叨叨 人徒 你有名字吗 韩非 你可以称呼我为人皇 名字 有一天或许你会知道 王小九 我怕没有那一天了 听说你仇人很多 这北伐军里面 好多人都想你死呢 末咎无语 王小九你特么胡扯什么呢 我刚才只是告诉你 不要跟这人途走得太近 你特么闹呢 知道这人要死了 还往他面前凑 韩非咧嘴笑道 是吗 将我死的人多了去了 能杀我的 到现在还没有 王小九歪着脑袋 滚圆的猫头盯着韩非 你还挺自信的 要不这样吧 你偷偷跟本猫分享一下大地传承的精髓 本猫罩着你 我们凶兽说话 向来说一不二 本猫以猫格跟你保证 韩非无语地瞅了他一眼 没有精髓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学守大地的传承之地 我还没来得及近 就被打出来了 第2595章 疯狂陨落的北伐军 呲 王小九顿时瞪大了猫眼 惊呼道 怎么可能 我看你很强的啊 三条大道之所以下的 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你四条道锁了吧 什么人可以把你打出来 韩非和王小九说话 可并没有藏着掖着 因为韩非不想将这些 当成是什么秘密 毕竟 后面他们定然会发现 矿腰剑下的学手矿魔数量 远远不止三万只 现在给他们提个醒 表示我自己对这传承之地的了解 其实也不多 当然了 信不信 那就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事情了 果然 韩非说这话的时候 的确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 其实很多人都在暗中观察韩非 虽然这人图是海盗起家 但是这人的实力的确很强 之前能够一人之力 击杀七大盗索极强者 那个时候 有人就怀疑过 韩非的实力至少在四条盗索 甚至五条盗索级别了 现在听韩非说自己连传承之地都没看见 就被打出来 不管是不是真的 但至少让他们心生警惕 一路急行约莫五十多万里后 学手矿魔道士没看见 但是那五行水脉 也就是浮魔术根须道士遇到了不少 但是此刻大家都是节省而行 所以这根须道士起不了大的作用 毕竟此行的也都不是弱者 直到越过两百余万里后 很多人就感知到了学手矿魔的存在 和当初韩非刚下来的时候看见的一样 那些学手矿魔这树在水中 正在汲取矿腰间的金矿之力 在大多的学手矿魔的身上 都会有陕西衣服在上面 而当第一道感知触及学手矿魔的时候 便已经有陕西的目光看了过来 只听无双等人 纷纷喝道 准备迎敌 也就是各大首领喊话迎敌的时候 就看见一次次光暴现象出现 已经更由学手矿魔跳闪而来 这么点距离 对于学手矿魔而言 就是一个跳闪的事 正所谓有一就有二 在第一只学手矿魔动的时候 仿佛一下子惊醒了 正在修炼中的其他学手矿魔 结果可想而知 一下子出现了许多光暴现象 论学手矿魔的感知力 其实也是很强的 在入口处之所以只来了三千多只学手矿魔 韩非知道原因 因为入口处有玄武地甲封印 学手矿魔一旦冲击 会被瞬间净化掉 长此以往 就算是学手矿魔没什么智商 但一般也不会往入口去 可是矿腰间下面就不一样了 在这里 学手矿魔不会有畏惧心理 他们才是这里的主宰 王小九此刻正在韩非的身旁 他看见这学手矿魔的时候 还嘀咕道 这才几十只而已 还需要战斗一会儿 才能吸引更多的来 然而 王小九话音当落 几十只就变成了几百只 韩非歪头看了王小九一眼 学手矿魔的速度很快 转瞬极致 轻敌的代价 不是谁都能承受得起的 果然不出韩非所料 从几百只 到几千只 前后只用了三细时间 对此 韩非丝毫不意外 当初自己陆陆续续用了三年的时间 才走到雪泉那边 纵然是黑雾之身 都屡屡被发现 发现后就只有逃命的份 现在 北伐大军就这么多人光明正大的闯进来 学手矿魔不群起而攻之才怪呢 当学手矿魔的数量 直接就变成了三四千只之后 终于有人发现不对 不少首领纷纷对着韩非喝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手矿魔 不是说只有三万余学手矿魔吗 这一下子就来了十分之一 虽然北伐军这边算上凶兽和神兽 还有接近两万人手 但是架不住学手矿魔数量多啊 一个跳闪 可以阻挡 一百个 一千个呢 纵然众人结症而行 但是总有先后 学手矿魔可没有先后的概念 调过来就是杀戮之拳和血腥之爪 一个阵型可以抵挡一个两个 但架不住多只学手矿魔一起出手 不过是眨眼之间 便是数十个阵型直接被冲散 这回是彻彻底底的冲散 而不是缺了一个两个 被冲散的人 心头骇然 身上净石灰洒 拼命的想要往大军后面盾去 可是 总有学手矿魔直接出现在自己身前 一拳轰在身上 下一秒自己就被轰爆 这场面 和在入口处的战斗又不一样 那会战斗太过复杂 还有普通矿妖干扰 这回可没有了 当短短数实习时间 近两百人在这手轮冲击下陨落后 质问韩非的人就越来越多 有人喝道 人徒 你是不是没说实话 这里的学手矿妖怎么这么多 有人质问 人徒 你究竟还隐瞒了什么 然而 韩非早就想好了对策 只听他道 我有隐瞒你们什么吗 看清楚 杀来的学手矿妖数量不足五千 但是这些学手矿妖的战斗力和刚才那一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刚才那是混乱 现在这是争锋相对 而且 本黄当时进来时 可不是在这么多学手矿魔中打过去的 而是骗过了他们的感知 悄悄过去的 有人贺问 那为何学手矿魔的数量还在增加 如果不出意外 附近几千万里内的学手矿魔已经都被我们给引来了 韩非同样发怒 有着力气问我 那就好好战斗 这特么是大地传承之地 真要那么容易进来 大地多没有排面 都稳住了 这种冲击只有一次 扛过了这轮冲击 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韩非并没有什么愧疚之心 你们自己要来的 我可没逼你们 实际上 如果这轮冲击来学手矿魔只有这么三四千也就罢了 关键是 韩非猜想 这学手矿魔那会不会被那只学手给控制 这是很有可能的 之前扶魔术就说过 学手矿魔不止一次的冲击傀儡成 也曾不止一次地冲击封印 学手矿魔组队冲击 这不可能是自发行为 那便是有人操控 而唯一能操控他们的 不可能是扶魔术 那就只能是被镇压的那只学手 事实上 正如韩非所料 学手矿魔的数量逐步增加到了五千只 而且还陆续由学手矿魔冲击而来 开始的时候 北伐大军只是陨落了两百多人 可局势刚刚稍嫌稳定 后面的学手矿妖却源源不断地补上 这让很多队伍直接就承受不住了 只看见 有人一下子丢出数万枚镜时 试图净化掉一只攻击自己队伍的那只学手矿魔 结果 当只是挡住了 但这人却被另一只学爪给撕开了 而之前无往而不利的神兽一脉和魔兽一脉 这会儿同样不好受 他们同样遭受了冲击 就这短短的片刻功夫 凶兽一脉足足陨落了五十余指 唯一好点的就是神兽一脉 凡是具有净化之力的神兽 都在第一时间来到了外围 将其他神兽都包裹在了其中 这个时候 跑是不能跑的 一旦逃跑 就相当于将后背留给了这些学手矿魔 所以 北伐大军 连带着神兽一脉和凶兽一脉 只能战术后遗 满是慢了些 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 不是大军不想推进 而是学手矿魔的来势太过凶猛 根本没法推进 短短一注箱时间 学手矿魔的数量就增加到了八千余指 而且 还有学手矿魔在继续杀来 短短几百万里的路程 足足用了半个时辰 当他们退到入口处 但没有离开矿腰间时 就发现那些学手矿魔不追了 这一刻 他们终于后知后觉 这些学手矿魔 是被操控的 是的 有人在操控着这些学手矿魔 此刻 三方大军都消停下来 但全都脸色难看 监察队 有监察人员道 我们第二次下来 总计击杀普通矿腰五万一千两百零四只 击杀学手矿腰九千两百零一只 北伐军陨落两千九百零二人 凶兽一脉陨落三百零九指 神兽一脉陨落一百九十八指 这一统计结果 着实将众人都吓了一跳 之前没下矿腰剑底部的时候 北伐军才陨落千人 这才下来半个多时辰 又陨落了近两千人 有人骇然 北伐军一万五千多人来的 结果现在 只剩下了一万零六十二人 可这学手矿魔才击杀一万两千只啊 这回 不需要有人质问韩非 只听韩非道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是学手大地遗留的力量 要么是意识 要么是神魂残体 要么是什么其他东西 这东西在操控学手矿妖 就像是我当初还没来得及 进入传承之地内部 就被打出来一样 有人道 你是先怎么不提 韩非 废话 本皇当初只有一个人探索此地 规避掉了这些学手矿魔 自然不知道他们可以被组织起来 现在你们知道的也不晚啊 忽然有人问道 人徒 你是如何得出这里的学手矿妖数量有三万余指的 韩非 根据距离 本皇也不藏着掖着 本皇再次探索了足足三年之久 好不容易才找到后面传承之地的入口 这三年 传承之地前面的路 我基本上都走过 有人神色微变 什么意思 你意思那传承之地后面 还有路 韩非略微沉默了一下 不清楚 没探索 见韩非以不清楚这个答案来回答 顿时间 很多人心里就有些明了了 恐怕不是不知道 而是不想说 大家都知道 韩非不可能完全保留 将所有信息都告诉他们 现在 问题不就来了 首先是学手矿魔可以被控制 这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 就是韩非之前提供的三万只学手矿魔的情报 现在就不一定能做数了 但是 偏偏你还找不到毛病 因为北伐大军 加上神兽一脉和凶兽一脉 都没能轻易拿下这地方 韩非当初一个人 岂能探明这里的凶险 是的 人在遇到了极度麻烦的情况下 会本能的为别人寻找借口 他们觉得 韩非哪怕是五条道所加深 都不可能一个人将旷腰间探索明白了 但是 他们又不是韩非 他们哪里知道韩非的本事 只能以自身作为参照 给韩非寻找借口 而此刻 只听韩非道 学手矿妖可以被控制 在此前本皇的确不知 现在看来 可能是学手大地上有残魂或者意志留存在这里 诸位 如果你们不想继续探索 那么现在瓜分了此行的收获 放弃此次北伐也可以 韩非这话 其实说的不少话 心大后期心动了 毕竟已经死了太多了 北伐大军一万五千人 这还没到传承之地的真正入口呢 就没了三分之一 这要继续打过去 能不能剩下五千人都是个问题 然而 韩非这话 立刻就被人给否决了 开玩笑 好不容易找到这地方 好不容易能组织起来一次北伐 好不容易能让这些北伐军当炮灰开路 谁愿意现在解散北伐军 正所谓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次如果众人不能拿下这里的传承 那么再等几个月最多一年 无银矿区将有大批强者降临 甚至肯定会有帝尊亲临 到时候 就算还能来这地方 但那时候自己也绝对不是主导者了 这里的传承再强大 可能和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 有人直接反对 我不同意 北伐军牺牲如此巨大 现在说放弃就放弃 那让牺牲的那些人白白牺牲了不成 有人附和 不错 虽然这第二次战役 我们死伤不清 但那也要看看我们这次的成果 击杀普通开天境后期 大后期矿腰五万余止 击杀血手矿腰近万 相比于前一次 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有人赞同 我也这么认为 现在的大批陨落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适应血手矿腰的战斗习惯 另外 我以为诸位运用闪时的时机有一些问题 需要调整 我以为 我们可以在此适当恢复一日 然后再重新出击 正所谓 无双也适当地说到 都已经到这里了 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 理论上讲 血手矿腰就算数量不止三万只 但是也经不住我们多次的攻杀冲杀 这里虽然内有乾坤 但是血手矿腰数量定然是有限的 否则这地方不足以养育这么多的大员满强者 连无双都表示要继续了 自然也就没人反对了 就算有部分化心大后期想离开 但是资源不在手中 而自己又人微言轻 而且 他们自己也未必没有抱着一丝侥幸 所以 综合决议 休整一日 再行征战 休整期间 可北伐大军不同 神兽一脉和凶兽一脉 将获得的资源都被自己拿来分了 在北伐大军正在修整的时候 这两边正在瓜分资源 其中 凶兽一脉那边将七级金矿 六级金矿以及六级以下金矿堆成了一堆 北伐大军看了 全都眼红得要死 那一批七级金矿 足有1800千枚 六级金矿加起来有5000枚 六级之下的金矿加起来多达4万枚 这时凶兽一脉到现在的全部收获了 但是这祸着实惊人 要知道凶兽一脉只来了3800人而已 就这3800余人 就干掉了1800直血手矿腰 可见凶兽的恐怖战力 神兽一脉那边 他们也在进行资源分配 他们的七级金矿数量 足有2100枚 六级金矿多达6000多枚 但六级之下的金矿只有2万枚左右 可见在面对普通的敌人的情况下 凶兽一脉杀伤力显然是要更强一点 在面对血手矿腰的情况下 不知道是不是神兽的天然压制 所以神兽要强一些 反观 北伐大军这边 前前后后 牺牲了5000人 获得的七级金矿 大概在8000枚左右 六级金矿25000枚左右 六级以下的各类金矿 合计在18万枚左右 当然了 这是自北伐以来的全部收获了 但若是平均分配一下 差不多快要人均一枚七级金矿 三枚六级金矿了 但是 这份收获 相比于目前的牺牲来说 显然就没那么多了 当然了 随着战斗的持续 每个人可以分到的也就越多 最终那部分获益的人 或许会比较欢喜吧 一天后 所有人都已经恢复巅峰状态 在最新的商讨下 大家决定 自遭遇血手矿腰开始 愿意进食开路 分布在大家手里的进食数量总和 有十亿枚 但前后几次战斗 消耗着实不少 但大家都明白 对于血手矿腰而言 百枚进食根本不够 进食数量只有上升到千枚 才能撼动一下血手矿腰 而想要镇住一血手矿腰 可能需要万枚进食 但是一出手就是成千上万枚进食 这种程度的资源消耗是很可怕的 所以仅仅这两次战役 大家那整体11亿的进食 就已经没了一个多亿 只是相比于进食而言 自然还是命更重要 第三次探索 众人深入矿腰间底部 这一次前进行了500万里 大量的血手矿膜再次突袭而来 砰砰砰为了应对血手矿膜的第一轮冲击 开局就有超过千万枚的进食被释放 虽然依旧不能完全阻挡陨落的发生 但是这一次 只有几十个人在冲击中陨落 比上一次一波带走几百人 那是强太多了 当然了 有点费尽食是肯定的 血手矿膜的第一轮冲击 持续了大概百息不到 后面虽然继续由血手矿膜来 但不再是大规模的突然跳闪而至 而是陆续的增加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 大家没有吝啬手里的进食 化新大后期强者其实有很多已经想明白了 真正的大地传承 自己是不敢奢望的 这里有太多的人打着大地传承的主意了 自己要资源没资源 竟是都是强者们分的这五万多枚 想争最大的机缘 几乎不可能 所以 他们可以争的 就是金矿这类那些真正的强者们看不上的资源 大圆满看不上 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大圆满了 而大后期看得上 因为七级金矿 可以创造出足够的条件 让他们晋级大圆满 一旦他们到了大圆满级别 虽然七级金矿依旧珍贵 但是却不会到自己要赌命来获取的地步了 半个时辰后 战局已经夸张到了北伐大军再次有些承载不住的时候了 因为围杀而来的血手矿模数量已经彻底超过了一万只 这意味着 几乎每个小队都在面对七八只血手矿模 好在 有谁受一脉和凶兽一脉分担压力 要不然现在北伐大军恐怕要再次被打退了 一个多时辰后 有监察队成员吼道 诸位 我们击杀的血手矿腰已经超过了万只 这一声提醒 让不少人悚然一惊 大量的净食挥霍换来了万只血手矿腰的陨落了 但是众人发现 自己还在对抗血手矿模 对方的数量竟然依旧保持在万只左右 一个半时辰后 有队伍成员高呼 申请暂时撤退 我们这边的净食用光了 有人怒喝道 为什么血手矿腰还是这么多 不是说三万只吗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吧 有队伍因为净食耗尽 被血手矿模找到了机会 一下子冲散了阵型 砰砰砰在一片净化之光中 唯有那几处没有净化之光覆盖 血手矿模肯定第一个冲杀上去 于是 第一支拳均覆没的十人组出现了 有一就有二 持续战斗这么久 杀敌数量虽然暴涨 但是当净食耗尽 那些人却成了活靶子 几乎但凡有一个队伍没了净食 那个队伍瞬间就被灭了 而凶兽和神兽那边也不轻松 因为 羞兽一脉开始用净食了 只是 他们不是用在血手矿模身上 而是用在了自己身上 终究还是他们的数量太少 而血手矿模的数量太多 长时间的战斗 让他们被沾染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 他们自身的抗性不足 只能用净食来化解 而此此间 羞兽一脉陨落强者近500只 神兽一脉那边情况虽然好些 陨落数量只有200只左右 但是神兽一脉那边的战力明显大幅度下降 应该是力量用的太多太频繁 只听莫揪和白虎纷纷喝道 先退 先撤退 第2596张血手射服 韩非爆发 北伐大军这边 情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近时消耗完的人越来越多 后面半个时辰 被覆灭的队伍超过百只 这不是北伐大军的问题 主要是近时数量的缺乏 还有战斗持续力不够 这短短一个半时辰 近时消耗超过了3亿支数 加上之前的消耗 北伐大军近时数量直接消耗近半 当然了 近时的大量消耗和三方强者的大量陨落 换来了近2万只的血手矿模的陨落 韩非掐指一算 就目前为止 此番击砂的血手矿模已经超过了3万只 加上之前服务魔术前后击砂的数量 以及自己当初探索阶段击砂的数量 差不多快4万只了 但是 韩非曾统计过 这里血手矿模的数量 可能近10万只呢 现在消灭的 连一半都还没到 而此刻 北伐军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 短短半个时辰又陨落了1000多人 连带着凶兽一脉和神兽一脉 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陨落 按照这情况来看 将近10消耗完毕 也就能击砂6万多只血手矿模 而这矿妖剑内可能还有接近4万的血手矿模存在 除非拼掉整个北伐大军 否则别想彻底清矿矿妖剑的血手矿模 此刻 三大势力都意识到此地难以攻打 纷纷号令撤退 然而 一股脑将北伐军给吃掉 韩非有点没明白的是 这里可不是你血手大地的地盘 这里是矿妖剑 后面是傀儡城 你为何拼了命的要阻截北伐大军呢 下一刻 就听大猫腻王小九报 贺 不好 后路被围堵了 本猫已经感知到 有大量的血手矿妖从后面杀了过来 瘟疫时间 众人脸色均是难看至极 后面 背后的操控者付出了两万只血手矿妖的代价 竟然就是为了创造机会封堵他们的后路吗 这一刻 无数人惊恐 特别是化新大后期强者 刚刚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身上竟是已经消耗的七七八八了 再来一次这样的战役 他们就只能拿命扛了 韩非虽然说是促成了北伐 但是他也并没有想过要把北伐军搞得全军覆没 大帝传承这个东西是虚的 到时候进去就是死 你还进不进 但自己进去则不会死 到时候就说大帝传承被自己拿了 谁也没辙 谁也只能干瞪眼羡慕 同时 韩非的另一层目的 是为了警告浮魔术 可问题是 浮魔术到现在竟然都没出现过 除了那些无主的根须 浮魔术根本没管这次北伐大军的入侵 韩非以为 这个状态也不对 要知道 血手矿魔一旦全军覆没 就代表傀儡城没有了天然的守护屏障 在血手矿魔被如此肆意屠戮的情况下 浮魔术这个时候应该是站在血手矿魔那边的 这样才能维持矿妖剑的现状 才能守护好傀儡城 但是 浮魔术没有 这让韩非有些迫切的想知道 傀儡城里面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 傀儡城能发生什么事情 唯一一件事就是老乌龟界玄武大帝的龟蛋重柱肉身了而已 这事情又不大 不至于造成现在这种诡异的情况 韩非知道 现在 是北伐大军真正的危机 虽然到了这个境界 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就得承担怎样的后果 自己坑了他们也罢 自己是没有什么负罪感的 都是为了成长 变强 正道 有什么坑不坑的 但 韩非觉得现在这些人还不能全死了 果然间 只听韩非喝道 有禁食的 不要再藏着掖着了 用了 至少还能抗争一段时间 不用就是自取灭亡 还有 原始之城和实荒者之城 你们两家手里肯定还有多余的禁食 这个时候就不要藏了 难道你们想要北伐军权都完蛋吗 阿山北和罗臣俩人脸都绿了 我们已经拿出来不少了好吗 剩下的禁食 那是争夺大地传承的关键 能轻易在这里使用吗 这时候 俩人突然想到是不是要将矛头指向无双 然而 无双一个冰冷的眼神扫过来 但有一种你们敢说 你们就得死的兄弟 这让他们心里没底 这一次摆蒙成最强队伍 也是恐怖之都的这一群人 足足70个化心大圆满 战力恐怖一场 自己已经将矛头指向过无双一次 坑了无双武艺没进时 现在若是在坑 就算活着出去了 后果也不可估量 在无银矿区得罪了恐怖之都 这排名第一的超级势力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而此刻 被韩飞一句话给引导 不少首领及强者已经看向这俩人 却听有人道 安山北 罗晨 你二人想要坑死我数万大军不成 有人冷喝 在这北伐大军中 消失两个势力 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现在由不得你们思考 快点将进士拿出来 凶兽一脉那边 莫丘和王小九也抱贺道 还有我们凶兽一脉也要一份 要不然 生死了你们 一下子 安山北和罗晨如坐针毡 局势都这样了 若是不给问题就大了 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北伐大军会联合起来 直接把他们给灭了 然后有恐怖之都的强者 想办法进入自己的本命星辰 将进士带出来 这一点是有人可以做到的 故而只听安山北脸色极度难看地喝道 两亿最多了 再多也不可能了 你们或许不知道进士的珍贵 但那也是我原始之城牺牲 无数强者才打出来的 数亿数亿往外拿 你们当我们是什么 藏宝库吗 然而 只听王小九喝道 还有我们五千万枚 算你两亿五 别讨价还价 两亿你拿得出来 两亿五你肯定拿得出来 还有拾荒者之城那个 你们也是两亿五 莫丘补充道 神兽一脉那边就不用了 人家天生自带净化之力 厉害得很 我凶兽一脉取一亿就够 只听罗晨道 流浪者之城呢 他们也是混沌废土的 身上怎么可能没有进士 陈天涯呢 你不要以为一声不吭 就可以装个透明人 见众人目光扫来 却见陈天涯冷哼道 我陈天涯可没有藏着掖着 本来我身上有一亿进士 八千万贡献出去了 剩下两千万我流浪者之称 十个人平分 一人两百万枚 剑在老子的本命星辰上 就是什么都没有 不信你来我本命星辰上来 找到一枚老子把脑袋剁给你 老子光明磊落 敢亮出本命星辰 你们俩敢吗 说完 陈天涯直接亮星珠了 而陈天涯这么做了 流浪者之城的其他九个人 也纷纷亮出星珠 来 我们的本命星辰 你们也可以随时进 找到多余的一枚进士 我们也把脑袋给剁了 斯不少人当时就没了怀疑的目光 你瞧瞧人家 身上有多少就是多少 再一看原始之城和流浪者之城 分明忽悠人呢 你敢亮星珠吗 你不敢 所以哪怕这两家一人出了两亿五 大家都不会觉得他们将近十都贡献出来了 只不过陈天涯那么光棍 你自己都提出来了 那自然也就有人会去看 当时几个大后期强者进入陈天涯本命星辰又出来了 对着众人道 的确没有 包括改造星辰上 也都没有 众人一看是这情形 当时就对陈天涯放了一百个心 但是他们知道 如果现在凑出来的这五亿进士还是不够的话 最后的救命稻草 还是罗晨和安山北 这俩人现在脸色难看的就跟便秘了一样 然而此刻那些血手矿模已经发起进攻 大家也就再也顾不得去把这俩人的存货烤出来了 而安山北和陈天涯心里却疑惑万分 他们明明知道当时流浪者之称的龙无野和无双做交易了 为什么流浪者之称没有多倍点进士存货 可他们并不知道流浪者之称给了三亿进士给了韩非 三亿不多 但是全都给一个人的话 那就很多很多了 至少可以保证韩非在面对哪怕真正的血手的都时候 都可以游刃有余 砰砰砰一时间 大战在起 只是 仅仅过去一个时辰 三大势力都感觉吃力起来 太多了 这特么哪里像是只有三万血手矿模 保守估计 这里的血手矿模也超过了至少六万支数 甚至更多 北伐大军疯狂的想要冲破防线 冲向入口 但最终证明 他们失败了 后方的血手矿模太多 根本不给他们出去的机会 哪个冲得最厉害 先灭哪个 有全十人组的化新大圆满队伍 披荆斩棘 十个人短时间内爆发掉数百万的进食 试图冲开一道缺口 然而 血手矿模疯了一样的对他们出手 甚至此间天地的金矿之力都汇聚而来 眨眼间上百重攻击 并生生将这十人大圆满队伍冲散 只用了两夕时间 十人全军覆没 无意存活 而这样的突破 同时有五组在进行 结果无一例外 全军覆没 终于 有的队伍因为一直遭受冲击 后来补给上的进食 也几乎消耗殆尽 只听那些人狂吼道 进食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有人喝道 进食消耗差不多的队伍 后撤 有人无语 后撤你大爷 往哪里撤 路口处被封死 只能往深处走 但是 这些人嘴上骂着 但是行动上却是一直在往深处跑 这一跑 上百只队伍一起 浩浩荡荡 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可能要率先面 对深处的危险时 却压抑的发现 本处于矿腰间深处的血手矿膜 竟然全都往他们入口那个方向包抄了过去 等等 不对劲 血手矿膜并不阻止我们往往深处走 凶兽一脉 莫揪暴鹤 所有凶兽 往深处冲击 神兽一脉 白虎等一应神兽 已经感觉有些力竭 也同样暴鹤 退 往深处走 这个时候 有心人都发现了不对劲 如果血手矿膜要彻底围杀了他们 应该前后夹击 这样可以致使队伍混乱 只是适才所有人疯狂的想要冲到入口处 没有发现这一点 现在一看 这很明显是背后的操控者 要将他们往深处赶 虽然他们不知道原因为何 但是一味的想要逃 肯定是行不通的了 为了活命 他们也只能往深处走 至少要看看 为什么这血手矿膜明明能耗死他们 却赶着他们往深处走 而韩非脸色逐渐难看了起来 不对劲 矿腰间深处 除了血拳 就是傀儡城 血手矿膜为而不杀 韩非似乎已经猜到了他们的用意 那血手的已经诞生这等高度的意识了吗 他是要将所有人驱赶到傀儡城 而傀儡城是阻隔不祥的 他们这些并没有被不祥沾染的人 是可以进去的 当然 如果服魔术不愿意 他们便进不去 但是到现在 服魔术也没有半分显露的意思 难道说他在看戏 要知道这些人真的对傀儡城发动冲击 以服魔术的逍遥境的实力 想要全部击杀 是极有可能的 关键是 服魔术会杀吗 如果服魔术庇护了北伐军呢 反过来利用北伐军对抗血手矿膜 那背后的血手不就亏大了 不对 服魔术出问题了 韩非心神一领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 服魔术不傻 相反是很聪明的 真要有这么多强者可以用 服魔术第一时间肯定是逼迫北伐军去干掉血手 甚至会提供帮助 所以 韩非确定 服魔术可能出问题了 只是他想不通 血泉几乎被地却给吸干了 血手也被压制在血泉下方 上面还布下了进制 而自己当初想掉一下服魔术 在那禁止之下 也布下多重禁止阵法 为的就是怕服魔术感知到血手的存在 这也是韩非跟北伐军他们说的要事 如果不是血手破开了血泉 那么傀儡成唯一的变故 就是老乌龟进去了 可老乌龟只是化新大元满级别的神魂 大后期的实力 在服魔术面前 啥也不是 这变故会因他而起 直至此刻 韩非都没感受到自己分身的任何信息反馈 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虽然一道分身没分掉多少力量 但那也是开天进大后期的分身呢 现在 所有人边站边往深处狂奔 水跑得慢了 被血手狂魔追上 那就是死路一条 起初 数百化新大后期 因为速度跟不上 被血手矿魔覆盖 轻刻间被碾碎 而后 就看见韩非停下脚步 来到最后方 只见他全印横空 刹那间打出千万全盲 阻拦那些血手矿魔 只听韩非爆贺 北伐军的大元满都吃屎的吗 虽然本皇一力促成北伐 却从未想过让他们当炮灰 你们一个个大元满 到所及强者不电后 让一群大元满电后 这就是你们百蒙成奸的北伐 说不去 会不会让人心寒纳 韩非这一番话 直接说的这一群散修强者 几乎要热泪盈眶 刚才很多散修强者 还心说完了 自己速度跟不上 自己要死了 可谁知 整个北伐军 竟然只有那个 被他们视为土匪 视为凶人的人徒 在救他们 其他人玩命式的往前跑 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韩非的话 喊出了散修强者的心声 也提醒了吴双等人 只听吴双贺道 神东王朝 全体大元满强者 殿后 神东王朝那边 也意识到 这绝对是一个 收拢人心的好机会 当即贺道 神东王朝 全体大元满强者 殿后 除了这两家 还决定殿后的 一个是全芒山峰 一个是中海神州的朝天宫 一个是流浪者之城的 仅有的三个大元满强者 以及一群散修大元满强者 是的 因为之前殿后的 都是散修 散修来此 为的就是薄一份机缘 谁都不想死 散修也更了解散修 所以散修大元满殿后 是真心的 然而 即便加上他们 殿后的大元满强者 也没超过三百人 其他一些势力的强者 对韩非他们的行为 嗤之以鼻 有人嘀咕 殿后 脑子都坏掉了吧 数万血手矿腰在后面追着 现在殿后 这不是找死吗 有人甚至直言 鱼不可及 三百大元满 焉能挡住三万大元满 你们自己找死 那就去吧 而罗臣和安山北等人心想者 这一次为了大地传承 他们可以说付出巨大 这个时候去殿后 脑子被血手矿腰拍了 他们还觉得 无双的到来就是为了大地传承 而获取大地传承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进食 他们是不可能在分进食出去了 甭管别人怎么说 能拿到传承 才是关键 一旦得了大地传承 这意味着一味强大的帝尊将崛起 若能达到血手大地那个程度 死再多的开天境也值得 而且 他们知道 这里可不只是血手大地的传承 他们知道 这里是矿腰间 是昔日玄武大地的城池 天知道有多少遗留至宝 宝贝就那么多 难道要等着和这么多人分 这个时候 他们似乎忘了 他们往深处跑 是被人家血手矿磨碾着走的 后方 韩非爆发了 体内动发五声一响 他在模拟大道之所的断裂 但是没人看见 韩非身上有大道之所的浮现 所以 很多人并不确定 韩非是不是断开了大道之所 只是 下一刻 他们就确定了 只看见 韩非气血冲天 金光全印 破灭虚空 一只血手矿磨以光暴之速袭击 却被韩非一拳轰暴 血手炸裂 陕西崩碎 四号墙 怎么可能 一拳轰暴血手矿腰 五条道索的超级强者 天哪 怪不得人途可以一战击杀七大道索级强者 怪不得人途可以找到大地传承 还能孤身进入此间探索 有人惊呼 五条道索 即将正道的存在 这等人物 如果不是为了大地传承 恐怕根本不会来无银矿区吧 有人骇然 是了 人途到现在好像也没做过多少恶事吧 也就干掉了一些海盗团 覆灭了御魂宗而已 众人一想 御魂宗什么货色 在座的都是大员满强者 被御魂宗邀请过的也不在少数 也能不知 而海盗团 十个海盗团里面能有一个是好的吗 如果是好的 他还去当什么海盗团啊 于是 这一刻 很多人对韩非的看法改变了 人途为什么是人途 被有心人称呼了而已 这一刻 就连陈天涯都惊了 这位这么强吗 原来即将正道了啊 怪不得敢和寂静之主争夺人皇之位 怪不得寂静之主让龙武听他命令行事 这一切果然都是有原因的啊 凶兽那边 大猫咪王小九惊呼 喵呜 这个人途好厉害 这拳头迸发的力量 超过了正道劲的力量了吧 大黑牛 力量绝对是可以堪比正道强者 但是没看见多少法则的影子 不过 这份战力 感觉他才像是凶兽 王小九 废话 要是法则浓郁的话 那就是帝尊了 怎么会还在开天境徘徊 莫丘 感觉有点奇怪 根本没看见他的盗索 王小九 可能是他的大道不同 不想让人看见败 本猫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愿意为了一群不相干的大后期 强者出手 太刺激了 本猫要去打架 莫丘竟然也没拦着 而是道 小心点 有点余力 感觉后面还会有大事发生 知道了 抓王小九一月而出 瞬息出现在韩飞身边 并喝道 人徒兄弟 本猫欣赏你 前来跟你并肩作战 第2597章消失的浮魔术 此时的韩飞 当然不是真的对这些人动了侧隐之心才来相助 他就是为了收服人心 至于为什么要收入人心 韩飞现在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但是他觉得 无银矿区是一个适合快速崛起的地方 人族落户无银矿区 这使他不是想想而已 混沌废土那个地方显然是不适合修行的 海界任何地方的修行效率 可能都要超过混沌废土 而无银矿区 无疑是东海神州一处级危险与机遇并存的超级修行之地 韩飞现在这一个行为 便改变了散修对自己的看法 让该看见的人都看见了自己的态度 只见他一刀斩掉一只血手矿魔 口中抱吼而出 无乃人皇 有所为有所不为 持音本皇起 那本皇便来断这个后 不过本皇也着实见识到了 摆蒙成 除了少数几家 不过都是废物而已 而等新兴也妄图正道 简直吃人说梦 韩飞一边赞扬自己 一边贬低逃跑的其他人 还把这种行为上升到了新兴上 设计正道 让全体散修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甚至就连逃跑中的不少势力 也都有些怀疑 难道自己无法快速成长 真的是因为新兴的问题 虽然人皇旦的事情都不是个好事儿 总是伴随着大量强者的陨落 但原则性似乎很强 比如现在 在这种三万化新大元满级别的血手矿模的追击下 韩飞还能挺身而出 甚至崩开五条大道之所来断后 这等气度 岂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在反观那些疯狂逃顿的家伙 韩飞在这些散修的眼里 立刻就从人途 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人皇 只听韩飞抱贺 散修大元满 带着这些大后妻跑 本皇断后 此言一出 一群散修无不动容 有人道 人皇 你一人挡得住吗 却听韩飞冷笑一声 化新大元满 不配杀我 只听无双喝道 速度 不要磨蹭 蹬着就听散修大元满强者们纷纷抱贺 所有化新大后妻 往大元满强者身边靠拢 入本命星辰 这时候 不是矫情的时候 那一秒 那可能都是一位化新大后妻的陨落 因为韩飞在断后 此刻已经被数百血手矿膜围攻 然而此刻韩飞全硬横冲 宛若心芒绽放 转眼之间 数十头血手矿膜被韩飞轰爆 有血手矿膜握住韩飞 却被那冲天气血给震开 下一秒 韩飞双手一扯 那血手矿膜硬生生被撕裂 爆开 王小九迸发那近三十倍光速的可怕速度 一边拍退血手矿膜 一边震惊 这还是人吗 这就是纯血人族 纯血人族竟然这么可怕的吗 这等力量 同镜之下 他从未见过一只凶兽可以达到过 他觉得 这特么才是真正的凶兽吧 各大散修强者也没拖泥带水 带上大后期强者 纷纷喝道 人黄 先走一步 这时候 客套什么的没有意义 虽然韩飞看起来英勇无比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等格局的 哪怕他们被韩飞的血勇给震撼到了 但是他们知道 自己不是韩飞 自己没有五条道索 别说被数百血手矿膜围攻了 就算是被数十只血手矿膜围攻 他们也得死 剑在跑 这叫认清自己的实力 不成体肤之勇 短短五夕时间 韩飞就被数千血手矿膜围攻 而且因为韩飞的莫名强大 血手矿膜反而不追其他人了 就盯着他杀 纵然韩飞凶狂无比 刻一也被打得四处横飞 难以抵挡无数道杀戮之拳 只听韩飞喝道 王小九 无双 你们也撤 五夕之内 我即可脱困 王小九狐疑 你行吗 无双则直接喝道 所有人 走 王小九一看所有人都走了 回头看了韩飞一眼 顿时钻入白洞空间 消失不见 见众人都走了 韩飞反手爆出千万枚镜石 刹那间 此间天地 重量无比 天起神术 神灰降临 笼罩韩飞 可这混 数万血手矿膜已经追了上来 他们硬生生地堵住了韩飞的去路 只是带到神灰消散 天地间光芒暗淡 这里哪里还有韩飞的身影 翁数十万里之外 韩飞鼻青脸肿 一身狼狈的出现 还好有双子神术 否则真被这般围攻 怕是真的就出不来了 下一刻 韩飞钻入白洞空间 朝着大军所在赶去 一边跑 韩飞一边想着 血泉之下的那只血手 绝对已经盯上自己了 刚才那架势 分明是要把自己干掉 合着那血手还很记仇 这一刻 韩飞欲发觉得 傀儡成可能出事了 片刻后 大军所在 就看见白洞空间一闪 血气涌动 然后韩飞就降临在众人眼前 刺不少人先是到吸了口冷气 心说果然不愧是 赶单枪皮马 闯大地传承之地的可怕存在 被那么多血手矿膜围攻 竟然还能掏出来 随后 就听有人惊喜逃出来了 多谢仁皇出手相助 我散修朱墙 铭记在心 有人抱拳 大恩不言谢 以后欢迎仁皇来 我散修者赢地 我等绝对恭为上宾 有人大笑 仁皇威武 而韩飞却一如既往的高冷 本皇不是为了救你们 只是你们与我无冤无仇 此番北伐 你们助我良多 本皇单纯地不想置你们于死地 这很符合韩飞表现出来的性格 高冷 悟空一切 狂妄霸道 但是 众散修却并不再对韩飞生出恶感 反而 有人痛骂 那群该死的百蒙强者 他们是见不得我们散修好 有人附和道 哼 那群人说不定就想看着我们死 这样他们就可以霸占了我们那一份资源 这群混账 此生不愿与他们为伍 而这时 王小九也溜达了过来 是的 就是溜达 这家伙速度太快 如果不出意外 这里除了自己 应该没有比他还要快的了 只见王小九好奇地打量着自己 韩飞皱着眉头 看什么 王小九 本猫好奇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韩飞 本皇若没有把握 怎会自投螺网 就像你的速度很快一样 本皇自然也有后手 王小九耸肩 随即道 哎 人途啊 你加入我们洪荒凶兽阵营如何 韩飞无语道 你看我像兽族吗 王小九 人也是动物 动物就是兽 你为什么不能是凶兽 人族凶兽吗 韩飞真想一巴掌拍过去 神问你马人族凶兽 老子是人皇 韩飞 你老跑我这老什么 你们凶兽大军都已经跑得没影了 王小九 又没多远啊 本猫就是单纯的对你比较好奇 不过你这人真没有意思 唠唠吗 哎 话说为什么你的大道之所并没有浮现 就能解开 韩飞 你猜 王小九 你这人就过分了 本猫好歹也是一位堂堂的凶兽之王 你就让我猜 这奇怪的聊天现象 整整持续了小半天 当靠近那雪泉的时候 只听韩飞爆喝一声 血手大地的传承在那个方向 韩飞主要是想试探一下 确定真的是那血手在搞事情 众人闻言 当然稍微调整了一下方向 然而只往那个方向跑了半柱箱都没到 就看见扑天盖地的血手近严真以待 显然是早已拦截在此 卧槽 韩飞暗骂一声 心说这回没跑了 自己大意了 本以为地确已经吞掉了那血手苦心营造的血泉 还能顺手镇压那血手千年之久 可没想到 这玩意这么快就恢复了 还能指挥这么多血手矿魔 你既然这么牛逼 早干嘛去了 当初直接派大军围杀我得了 北伐大军 神兽一脉 凶兽一脉一看 这你马还能过得去 去找死呢 下一刻 他们就看见韩飞掉过头来跑 并高冷地说道 看来下面那位复苏了 再有意驱赶我们 有人道 这不很明显吗 关键是驱赶我们去哪 而这时 神灯王朝的首领 则深深地看了韩飞一眼 别人不知道 但他是知道的 当初韩飞要去买情报的时候 可是说明了这事矿妖剑 而且 韩飞是知道傀儡成的 所以 答案只有一个 血手矿魔区赶众人去的地方 只能是傀儡成 只是 韩飞为什么不说 从一开始的时候 韩飞就没有提到过傀儡成 现在的情况 似乎在韩飞的预料之外 这也就意味着 下面会发生什么 其实韩飞也不知道 只是 这时候 不管是神灯王朝 还是恐怖之都 都不会点出这里是傀儡成 否则那岂不是告诉所有人 自己早就知道这是哪了吗 只能说 知道的人 大家心照不宣 韩飞知道 现在在忽悠众人去血泉那边 有点不现实 这些都是心灵的 让他们再次去和那数万血手矿魔血拼 真要打到血泉那边 不允落个三四成 韩飞自己都不信 虽然他知道 别看现在血手矿魔看起来多得很 但其实矿妖剑的血手矿魔 数量也就只剩下五万不到了 甚至可能只有四万余止 初始 韩飞预料到此行九死一生 那是因为他准备带着人床血拳 伪装自己获得传承的假象 现在看来 此路不通 还真的就只能去傀儡成了 不过话说回来 韩飞到也并不是很害怕和浮魔术对峙 实在不行 到时候配合浮魔术 慢慢地狙击掉矿妖剑里的血手矿魔 最终在集合进食之力 灭掉那只血手 也未尝不可 反正 自己有理由的 那就是老乌龟和自己的分身不归来 你又不出面澄清 我当然以为他们出事了 虽然一路上都人心惶惶 在猜测后面会不会更凶险 但是眼下也没办法 只能被血手矿魔驱赶着 这一次 仅仅过了一个多时辰 众人终于来到了一处天然屏障所在 像是白萌萌的一层薄膜 形成了一道天地之墙似的 虽然看不清里面 但隐约可以透过这结界 看见里面结界里一个模糊的雏形 众人甚至看见 这里面竟似乎是一座城池 然而 看见这一幕的时候 韩非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下 浮魔术呢 是的 浮魔术消失不见了 浮魔术并不是完全封禁在里面的 它的枝叶有很多都是伸出来的 就算不伸出来 这个时候浮魔术也应该出生了 可现在一眼看过去 啥也没有 之前浮魔术所在的位置 空空荡荡 连一抹阴影都没有 浮魔术竟然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却听 有人惊呼道 是城池 这里哪里来的城池 所有强者 都是神色翼岭 这城池可是有结界阻挡的 有人骇然 难道是那些血手矿妖 想把我们驱赶到这禁止之前 好用禁止挡住我们 然后再将我们一举击杀 有人喝道 不可能 若真想将我们一举击杀 之前只要前后夹击 将我们团团围住 真正能突围的 没有几个 现在驱赶我们到这 分明是要我们进入这城池之中 有人压抑 这有结界阻挡 怎么进入 而且 血手矿妖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 有人猜测到 会不会是试炼 这才是大地传承真正的试炼 而不是人图指的那个地方 一时间 包括凶兽一脉和神兽一脉 全都看向韩非 而韩非脸不红 心不跳地说道 我未曾踏入过传承之地 之前就说了 被一只恐怖的巨手打出来了 所以 我猜测我先前指的那里 才是真正的入口 而且 我的确有进入那出入口的办法 众人一听 心里顿时就有猜测 有人道 既然没进去过 那就是不确定 血手矿妖为而不杀 反而驱赶我们进入城池 这意味着什么 血手矿妖只是失恋的一部分吗 王小九喝道 那为什么之前那些血手矿妖对我们疯狂冲击啊 那人道 为了淘汰不合格的参赛者 这不是很正常的失恋环节吗 韩非一时间 惊为天人 这人简直特么神助攻 还可以这么解释的吗 但是从逻辑上讲 这特么很有道理啊 当然了 知道这里具体情况的韩非 当然知道事情不是如这人说的这般 这也绝对不是什么失恋 血手操控血手矿魔将他们驱赶至此 的确是为了让他们进城 但肯定不是失恋 而伏魔术的消失 意味着傀儡城现在无人镇守 他这个时候将自己等人驱赶进城 是什么目的呢 果然间 韩非心头一领 傀儡城唯一的变故 是老元 因为有伏魔术镇守 即便血手真的出事 也不一定能打穿这处结界 只有老元进入过傀儡城 那么伏魔术的消失 应该跟老元脱不了干系 这会儿 伏魔术不在了 血手就有动作了 只是韩非有些不明白的是 既然伏魔术不在了 那么血手应该操控他的血手矿魔大军冲击结界啊 之前冲破不了结界 是有伏魔术在 可现在伏魔术不在了 难道他也不尝试一下 又或者 血手矿魔其实已经冲击过了 但是没能打破这个结界 和旁人不一样 韩非知晓 矿妖剑的结界 都是为了防止不祥侵袭的 当时进入这结界的时候 伏魔术只说了一句近来说话四个字 但是韩非其实并没感受到结界对自己进行阻拦 也就是说 对于没有沾染不祥的人 这结界很可能不会阻拦 不管如何 这会儿众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看见恐怖之都那边 有一人竟然深探结界 本来 这人只是使用的一种一心幻影大叔而已 稍有不对 他会立刻放弃掉那具身体 然而 这人错愕的发现 自己竟然进来了 完了 这人立刻从结界中走出来 并错愕道 这结界可以进 可以进 这就进去了 一时间 无数人面面相去 这特么也太好进了吧 会不会是什么陷阱 可是 容不得他们思考多久 后面血手矿魔大军已经杀制 而且根本没有减速的样子 大有一种你们不进 那就死磕的架势 这时 不少人看向韩非 无双也传音道 进不进 只见韩非喝道 尽说完 韩非一步跨入其中 而和韩非同时进入的 有不少大圆满强者 他们是不会放任韩非随意的离开视线的 刚才韩非回去断后 那时候大家不管他 是觉得他在找死 但是 现在这结界既然可以进 有可能是陷阱 但是却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结界根本就是抵挡血手矿魔的 所以对他们根本不设防 万一这里面是什么使钱一寄来的 那这里得有多少宝贝啊 嗡嗡嗡一道道一人 鱼冠而入 正所谓群体效应 一旦一件事情做的人多了 也就没有什么畏惧心理了 不管这件事情是对是错 那都是一件集体行为 哪怕是错的 都有无数人和自己陪葬 下一刻 当众人全都出现在傀儡城外城的时候 第一时间 倒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 几乎所有人第一时间都放开了感知 包括韩非 也放开了感知 傀儡城很大 也算是内有乾坤 韩非心头一动 感觉到不对劲 很不对劲 这傀儡城外城 竟莫名多了许多的归人雕像 一个个就跟人者神归式的 手持各种各样的兵器 处立在外城街道的各个道路两边 看起来单纯的就是个装饰 而且这里出现十万倍重力 无法调用天道之力 只能以大道在自身流转 力量只能在小范围爆发 没有施展神术和一切特殊法则 大道的条件 包括韩非 战力都被压制了两成左右 傀儡城 彻底化作军事要塞 这里的建筑 地面 都是有特殊的金矿构成 各种符文镇法烙印其上 对此 倒是没人觉得有什么意外 毕竟这是一座上古城池 没点限制怎么可能 没有限制感知 那就相当不错了 韩非明明记得 上次来的时候 傀儡城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虽然有雕像 但绝对不是这些雕像 那时候 这里的地面上也没有浮现这些古怪的纹路 而这时 有人喝道 有人没能进来 被拦截在结界之外了 众人回头看去 发现有至少三百多人 身上冒着浓郁的黑烟 然后一下子就被血手矿磨给覆盖了 不少人见之悚然 有人道 是不祥 他们沾染了不祥 被这结界给挡住了 有人后怕 这些人什么时候沾染了不祥 有人还和他们并肩作战过 怎么就沾染不祥了呢 阿妹等众人想明白 忽然有人蹊跷喷血 整个人眼睛直接爆掉了 左有人心神一领 立刻警惕起来 然而 这人却指着一个方向道 不要敢知那座城门上的字 只是 他说的有些晚了 跟着一下子 有几百人蹊跷喷血 眼睛爆掉了 只听有人道 傀儡城 那城门上写着傀儡城三个大字 此这时候 有人惊呼 傀儡城 诸神时代 据说是玄武大帝开创的 主城傀儡城 在修大部分不太了解 无垠矿区的历史 以及这里昔日的一些辉煌 但是很多大事历史知道的 只听恐怖之都有人道 诸神时代 无垠矿区 大帝云集 其中 比较有名的 当属着玄武大帝 其名头要比血手大帝更想 玄武大帝坐镇一处名为 矿妖剑的练兵之地 在此创建傀儡城 网罗戈类天骄 后来因为之原因 玄武大帝一去不返 傀儡城没有了玄武大帝坐镇 也终究走向了没落 连带着矿妖剑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傀儡 不少人 第一时间都将目光看向那些雕像 有人点出了这是什么地方 当然第一时间注意到那些雕像 如果说傀儡 那么这些算不算 然而那些雕像并没有半点声的气息 就是活脱脱的石头 忽然有人惊呼到 那些雕像竟然都是金矿打造而成 嘶竟然真的是金矿雕像 而且是五级金矿 好多好多金矿啊 等等这是傀儡吗 哪有人把金矿打造成雕像留着看的 而且这数量也太多了吧 五万里纵横分布的雕像足有数万 如果这不是傀儡 岂不是意味着这些金矿可以搬走 由不得众人不眼红 一块金矿多大 一个金矿塑造的雕像 那得需要多少块金矿啊 有人试图捞一尊雕像回来 只是还没等他抓到那雕像 就有人拦住了他 你疯了 万一那是傀儡 一旦惊动 你来打吗 只听出手那人道 如果李那座城门里面是傀儡城的话 那么现在这里 应该只是外城 由不得他们不小心 现在北伐军数量锐减 只有九千两百余人 真要是触碰了防御机制 导致的一切后果 谁来承担 只听有人道 不管这些雕像是不是傀儡 但是最好不要触碰 我们是来寻求机缘的 本来是为了血手大地传承 结果那里被血手拦截 那么这里作为玄武大帝曾经坐镇之地 岂会什么东西都没有 有人翻白眼 不要碰 你说不碰就不碰 这么多金矿摆在这 你能不心动 有人道 不如我们分开探查 这里除了这些雕像外 还有不少建筑 房子 这些建筑至今不朽 那么建筑里会不会有什么宝贝 有人立刻附和道 我赞同 有人点头 此法甚好 就算真的出事了 也不会连累到其他人 却见凶兽一脉 莫揪道 分散探索 先不要去那城门处 不要指示傀儡城三个大字 那或许是大地手书 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了的 第2598章傀儡城的傀儡 对于北伐大军来说 傀儡城进得太容易了 而且还是被血手矿魔给赶进来的 所以内心难免忌惮 不敢在这里横行 而且傀儡城是分内外城的 昔日有太多城池都是这种布局 所以大家觉得也是理所当然 虽说是外城 但也不是什么旧址都没有 比如那雕像 通体由金矿铸造 说不动心 那是假的 这么大块的金矿 那得猎杀多少矿妖才能获得 可这里呢 沿着道路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只雕像摆在路边 就跟路灯似的 若大外城 数万雕像 如果真的可以收入囊中 那简直就大转特转了 这部 这里一共有多少势力 就分成了多少只探索队伍 在外 大家可以同心协力 可是现在似乎已经进入了某个传承之地当中 自然是自家人最值得信任 这部 本来只有五万里纵横的外城 在一下子分散出去这么多队伍之后 也就不显得空荡了 而各自围营之后 大家做的第一件事 是尝试性的想要收取这些雕像 而不出众人的意外 傀儡城之所以叫傀儡城 就是人家以傀儡为君 而什么是傀儡 这些雕像就是 很多人明明猜到了 但是依旧安耐不住自己的贪婪 这边队伍刚刚分散不久 就有人出手了 便在那人出手的一瞬间 那雕像仿佛活了一般 突然刺出手中长枪 完全有五级金矿打造的傀儡 其实很强 他们的身体强横程度 或许比不上学手矿模 但是他们却可以调用金矿的力量 迸发难以想象的穿刺之力 而且 这些雕像和韩非他们这些外来者不同 他们是不会被城池本身的力量限制的 他们的动作没有半点的制色 他们一出手 就可以迸发最强的力量 那出手的话 新大员满强者 以拳风出击 他以为 即便五级金矿打造的傀儡 其自身层次还是有些低的 不可能撼动得了他 但是 只听碰的一声乍响 此人整只手臂都炸开 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这座城池对他们的限制虽然不多 但也限制了他们两三成的实力 而且 这里不可以借用天道之力 以及一些特殊的大树 此消彼掌之下 他的力量就不再突出了 这人手臂炸裂 而双方战斗的威能 并没能在虚空中震荡传播 却见第一面那神秘线条 迸发淡淡的光芒 那所有一散出来的力量 都被地面吸了进去 包括那强者崩碎的血肉 都被地面瞬间吸干 却见此人脸色大变 不好 这些傀儡很强 对力量的把握几乎到了极致 所有人 寻找傀儡破绽 不能蠻力与之作战 这大圆满强者倒是没有慌乱 只见他身法一展 手臂重新凝聚 一击不成 则转换战斗思路 运转自身大道 以权硬的形式 轰击这傀儡 砰砰砰这大圆满忽然眼睛一亮 这傀儡速度不够快 他们只是爆发力很强 此人一边作战 一边做出自己的判断 却见他连续轰击进百拳 这傀儡各个关节 都出现了质色 这让他心头大喜 可以打 就在这人以围绕到这傀儡的背后 试图摘下这傀儡头颅的那一刻 就看见这头颅竟然转了一百八十度 直勾勾的盯着自己 然后这傀儡双目赤红 喷出一道火焰剑芒 扑吃 这大圆满强者 胸口被迫开一个大洞 正欲暴退 那傀儡双手已经翻转过来 手中长枪突刺 下一刻 这大圆满强者暴退他神色大变 因为这条街上 可不止这一尊傀儡 扑吃又一尊傀儡出手 一道枪盲蹦发 因为实力被限制 距离又太近 这位大圆满强者未能躲开 他的身体再次被冻穿 看见有人要过来帮忙 只听这大圆满强者喝道 不要过来 是的 他的第一判断是不要过来 虽然自己遭创 但还远远不至于死 却见他气血迸发 身体扭转 并没有去管身后那傀儡 他现在要做的 是击杀第一只傀儡 只有是出了这傀儡的深浅 才好做出应对之策 要不然大后期强者真来了 他敢保证 被几个傀儡一围攻 那就是插翅难逃 不得不说 能在无银矿区混的大圆满强者 战斗经验都极其丰富 只要不是纯粹的实力碾压 他们的战斗手段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只见这人身体突进 大道运转 至于掌心 这一次他一掌戴拳 一巴掌拍在这傀儡身上 一股自己独有的大道之力 涌入这傀儡体内 通知看见 这傀儡煞煞时间 四分五裂 终究是五级金矿 面对一位战斗经验 极其丰富的大圆满强者 即便能战 但还是不敌 当然了 大圆满强者 想要一击拿下一尊 这样的傀儡 难度也很大 但只要掌握了技巧 战斗起来也就不那么难了 这大圆满强者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心里想着这一尊傀儡得值多少钱啊 然而 就在他觉得已经胜利 将注意利落在后面 那尊傀儡身上的时候 公然间感受到了一抹死亡的威胁 小心 说时迟 那时快 却见 从这崩毁的傀儡体内 竟蹦发出了一道神魂之剑 因为彼此距离太近 这位强者根本必无可避 被这一道剑光 瞬间斩爆了脑袋 通此人神魂之力 轰然溃散 直接遭受重创 化新大圆满强者 化新大圆满强者 终究不是傀儡 别说脑袋炸碎 就算全身炸碎 他们都可以通过一缕神魂 重新复苏 可是 这人骇然发现 自己的神魂之力 在被地面的神秘力量牵引 很难迅速讨逸 而那傀儡不知道怎么的 那已经脱落的断手 竟然扣住了这化新大圆满强者 砰 一个极小范围的自爆 仿佛一团火球炸开 下一刻 这里哪里还有那位大圆满强者 他的血肉 他的神魂 全都消失不见 而地上 只有一些金矿碎块 而且 这些金矿碎块 也慢慢的要被地面的力量吞噬 有另一位大圆满强者 立刻冲了过来 眼疾手快的捞了一部分散落的金矿碎块 只是 他想寻觅自己家那位大圆满强者的时候 却骇然发现 没了 孤独 众人纷纷咽了口唾沫 这傀儡这么可怕的吗 冥冥不敌 但最终就能抱着一位大圆满强者同归于尽 这战斗力 也未免太强了吧 一时间 整个傀儡城外城 都出现了相似的情况 因为他们没有对战傀儡的经验 所以对方的很多杀招 他们根本不知道 知道的时候 陨落的大圆满强者 已经多达两百之数 都是一不小心 被坑死的 当然了 他们的陨落 也让其他人 见识到了这些傀儡的一些战术战法 以及一些隐藏的底牌 只是 这会儿他们后悔的是 为什么北伐军进来之后立刻就分开了 要是没有分开 其实只需要出动一个人 就可以试探出这些傀儡的深浅 就不用一下子死掉这么多人了 而随着战斗的持续爆发 那些本该沉寂的傀儡 似乎在苏醒 他们开始扭转脑袋 眼睛中闪烁起光芒来 这让不少人心中溺涵 之前只是单挑一尊或者两尊傀儡而已 其他的傀儡 还没有完全苏醒 现在 一旦全城的傀儡都慢慢苏醒了 那么战斗起来 只会比一开始更难 不过 因为已经了解到傀儡的手段 所以参战的人员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所以难度上 好像也没有增加多少 傀儡苏醒 但北伐军各个势力也可以抱团啊 于是这外城就变成了无数处小型战场 不时可以听见贺道 小心不要被坑了 这里的地面有问题 可以吸取我们的血肉 牵制我们的神魂 有凶兽吼道 千万不要自爆 这里不能自爆 一旦自爆 就很难重聚肉身了 会被此间阵法牵引 只有死路一条 神兽那边告诫众兽 尽量不要施展可以外显的天赋神通 天赋神通也会被牵引 最好能够凭借真实战力 击杀这些傀儡 外城 大战四起 有了前人踩坑 剩下的人自然也就有了办法 大圆满强者可以直接击败 甚至击杀这些傀儡 而大后期强者 说实话还真打不太动 所以又自发地足起十人阵来 如果一来 北伐大军的损伤大大降低下来 而神兽一脉和凶兽一脉 这混凶兽的实力就体现出来了 凶兽论凶狂 论真实战力 同敬贤又敌手 而神兽 他们在迸发各自大道和特殊传承天赋的时候 凶兽一脉也得避其锋芒 但此刻 论纯粹的战力 神兽一脉就没有那么强势了 之前极少陨落的神兽 不许开始出现陨落 好在有一些强大的神兽在出手 帮助解困 当然了 韩非也没闲着 他算是第一批出手的人 伏魔术没了 傀儡出来守城 意味着内城绝对发生了什么 伏魔术不得不带着本体离开的事情 要知道 伏魔术之夜可以扩散出去五万里 那么大一尊本体都走了 可见发生的事情 相当的棘手 至于这些傀儡 韩非并不觉得意外 人家就叫傀儡城 没有傀儡像话吗 傀儡城数百万年未见天日 但是伏魔术却一直都在击杀学手矿魔 那海量的金矿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里只有五级金矿傀儡 韩非虽然没进入过内城 但是他知道 傀儡城绝对有大量的七级金矿 既然没在外城 那就在内城 而就金矿傀儡展现出来的实力 六级金矿傀儡完全可以媲美大元满级别的强者 若是七级金矿傀儡 恐怕只有到所级强者可以应对吧 但这事 他不会告诉其他人 如果不出所料 其实很多人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外城的傀儡都这么强 内城会简单 战斗在持续 五级金矿傀儡 在单挑的情况下 终究不是北伐军凶兽和神兽的对手 一时间 各大强者纷纷主动出击 乌银矿区最有用的资源 当然是金矿 现在有现成的金矿摆在自己的面前 自己焉能错过 于是 从一开始的惶恐 到后来的坦然 再到现在的主动出击 仅仅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有人赞叹 这绝对就是一场试炼 只有活着的人才能走进来的试炼 有人唏嘘 这试炼开头也太难了 光我们北伐军 就被弄死了六千强者 现在这还是傀儡城的外城 谁知道内城是什么情况 有人道 不管什么情况 这外城的试炼虽然也凶险 但至少还能打 这么一尊金矿傀儡 抵得上我们击杀多少五级矿妖啊 哥知 秋雀道是某一处街道上的某个识人队 正在对抗两只金矿傀儡 就在这两只金矿傀儡即将崩碎的时候 忽然间一抹蓝色的剑芒 刹那间射穿了队伍中最强的那人 扑碰此人遭受一剑 身体突然焚烧起来 那人试图震灭这蓝色红燕 可出乎预料的是 这火焰根本无法熄灭 此人感觉自身血液都彻底焚烧起来 甚至就连自己的神魂都焚烧起来 而伴随着一声痛苦的惨叫 和此人结阵的其他人纷纷骇然 立刻摆脱此人 眼睁睁看着他化作一个火人 不过转眼的功夫 此人的神魂便被焚烧殆尽 陨落当场 有人害人 这什么鬼东西 还有人立刻看向那箭矢射来的方向 竟然是从外城的那些 本该早已废弃的巫射建筑里射出来的 小心 这些建筑里有机关陷阱 只是 同样的事情 又发生了上百起 包括凶兽一脉和神兽一脉 都没能挡住这诡异的火焰箭矢 这一刻 众人只觉得头皮发麻 怎么还可以这样 这失恋已经难到了这等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吗 五级金矿傀儡已经很强了 现在还伴随着一些突然引发的箭矢 稍不留神被那箭矢洞穿 就是个陨落的下场 包括韩非 也遭遇到了这样的箭矢 只不过韩非的警觉性和反应能力更强 第一时间就避开了 却听凶兽那边 有人抱贺 踏碎这些箭矢 只见一只五色巨鳄 一尾扫过 将一栋箭矢拍成了鸡粉 但下一刻 那崩毁的房屋中 爆发出数十道蓝色箭矢 而且根本不走直线的 速度又达到了超十倍之速 那巨鳄来不及避开 直接被一排箭矢扫中 下一刻 就化成了一只火焰蜥蜴 似着一幕 看得不少人心头骇然 然后有人连忙喝道 不要试图强行打破失恋规则 大家小心一些 这些箭矢的速度只是十倍光速 稍微留审 就可以避开 伴随着跌宕起伏的战斗 外城并没有再发现什么其他特殊力量 而街道上的傀儡 也在逐渐的被肃清 这一战 用了足足近一天的时间 才堪堪打完 然而 所有道路的终点 最终就都指向了内城 带到众人再次汇聚起来 赫然发现 这么多强者 竟然就在这一些五级金矿傀儡和火焰箭矢下 陨落了八百多人 这个数字多么 如果将这里看成失恋的话 相比于被学手矿魔追杀 这个陨落人数 其实并不多 最后来到内城门口的时候 很多人心头都松了一口气 但同时又心情复杂 亲说只是一个外城 就危险至此 那么内城德危险成什么样 而韩非考虑的是 这些傀儡 这些箭矢 恐怕根本就不是针对他们的 也根本不是什么试炼 他以为 如果是学手矿魔进来 会如何 学手矿魔没有多高的智商 本能居多 他们或许能打赢五级金矿傀儡 但是都是金矿 想要直接击杀五级金矿傀儡的难度不小 再加上这些箭矢 那蓝色的火焰 应该除了熄灭不掉的特性 还有焚烧不祥的特性 如果是针对学手矿魔出手 恐怕仅仅一座外城 就能干掉数万学手矿魔 这会儿 朱强汇聚 韩非还点了一下人数 其中 北伐军上有人数8806人 凶兽一脉还有3082只 神兽一脉还有2673只 可以说 此次北伐 三大势力都是损伤惨重 但是修兽一脉和神兽一脉的陨落数量 显然要比百蒙城的北伐军要低 这主要是因为 修兽一脉和神兽一脉来的大员满强者太多了 如果他们来的话新大后期多 恐怕至少要打没了三分之一的人手 傀儡城下 韩非看着那三个大字 只觉得耳边翁龙一片 有恐怖的威压直接降临在自己身上 连自己的神魂都止不住的有一点波动 韩非尚且如此 普通的话新大后期 大圆满 更是如此 只看见不少人 因为看了傀儡城三个字 气窍喷雪 连身形都不稳 却听有人道 是大地手术 这傀儡城三个字 其中蕴藏着大地的意志和气韵 不可直视 有人怀疑道 这会不会又是一重考验 我们目前只发现了 这一扇通往内城的门 有人环顾他人 怎么样 进还是不进 有人微微摇头 不进能怎么办 难道一直留在外城 结界外 那么多学手矿要堵截 想要走来时的路回去 怕是走不了了 那就只能进 众人都知道该进 但是谁先进 是个问题 外城都机关重重 一不小心身死到消 天知道内城还有什么凶险等着自己 所以 大家当然是希望有人先进 试探里面的情况 他们并不怕有人先进 就得了机缘 参照外城的情况 率先进去的人 只会非常危险 算是帮大家烫雷的 却见韩非一步跨上前去 等个屁 进而这内城进也得进 不进也得进 他需要调查老原和服魔术的下落 万一自己的分身在里面呢 那么自己一进去 就可以和分身信息互通 立刻了解发生剧变的前因后果 只是 韩非刚要进入 却见不少人挡住了韩非的路 只听有人道 虽然进去危险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一下子 跳出了十多个强者 既然传承之地已经找到 那么还需要韩非干嘛 他们虽然不知道 韩非所说的学手所在的地方 但他们知道 要牢牢地看着韩非 韩非深深地看了这人一眼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是你确定要拦我 只听那人冷笑 人途 之前我等对你百般忍让 那是因为你掌握了进入传承之地的钥匙 可现在吗 路就在眼前 我等也根本用不到你了 既然你连这点用处都没有了 那便受死吧 完了只听这人道 诸位此人杀戮成性 出现在无垠矿区的时间不过数十年 直接或间接死在他手上的强者 不计其数 包括此番北伐 因为他死了多少人 还有他说他掌握了钥匙 他就掌握了钥匙 他说传承之地不在傀儡城 但实际上 我们到现在都像是在接受傀儡城的试炼 所以此人的话 不足为信 不如就此铲除以绝后患 然而只看见韩非神色平静的站在原地 并没有半分想要逃顿的意思 只听韩非道 你是哪个势力的 我好记下 等我出去后 你们家在无垠矿区的势力 我灭定了 为等那人说话 却听陈天涯传音道 这是中海神州神控师家族 神邀灵的灵克 至少三条道所级别的强者 而神邀灵百蒙成排名第六 灵克还不知道自己的底细和分身 瞬间就被泄露了 此刻 他正扫视其珠墙 他知道 很多人都已经想好 此行必然会击杀韩非 要不然 韩非的每次身先士卒 就不会有人立刻跟随了 为的就是防止他逃跑 现在 时机也到了 入内城的办法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大地威压 走过去就算通过了 至于内城到底有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旦入内城 定然凶险 到时候 韩非有的是机会 可以摆脱众人视线 既然如此 为何不现在将其击杀 傀儡城外城就这么大 去内城的入口 尤且只有这一个 再往外 有无数学手矿模虎 是单单 所以 傀儡城外城变成了一个困兽之地 至少 林克觉得 现在对韩非出手 必杀无疑 第2599章 两拳灭到锁 林克的话 让不少人心动了 无双微微皱眉 这种情况下 韩非如果没有脱身手段 恐怕还真的难以体敌 这么多强者 然而 就在林克说要干掉 韩非的时候 却见散修阵营那边 一下子站出了一群 大员满强者 只听有人道 林林黄 你们能找到傀儡城来 现在就想过河拆桥 百蒙大势力 就是这么不要脸的吗 有人拔刀 刚才老子就想骂人了 之前你们撂下 我们散修独自逃跑 老子就已经很不爽了 若非人黄出手相助 现在可能已经陨落 今儿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百蒙大势力 敢不敢和我们散修拼一下 有散修大笑 这群稀命的东西 敢和我们拼 他们可是怕死得很 连机缘都还没看见 怎么会选择和我们拼命 特娘的 中海神州的神邀灵 就可以狂成这样 别忘了 这里是东海神州 不是你们中海神州 你是龙 也得给我盘着 一时间 散修阵营那边 大员满 大后期所有人都站了出来 足有近三千人 本来这次北伐 除了百蒙势力 就有百蒙外的其他势力 以及独立于势力之外的散修群体 三方加起来一万五千人 其中 散修初开始的人数高达六千 现在 人数已经折损一半 但是 即便现在散修强 折损失严重 那又如何 散修依旧是很强势的一个群体 韩非对他们有恩 那他们就记在心里 百蒙对他们无情 他们同样也记在心里 随时都可能会爆发 却听林克冷哼一声 散修势力是不弱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散修中大圆满强者有多少 真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和百蒙拼的鱼死网破不成 却听有散修强者叫嚣 就跟你们鱼死网破怎么的 反正内城定人是危险重重 就目前的经历来看 此人是肯定的 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肯定就能活下去 既然如此 还考虑那么多做甚 就问你们敢不敢打 敢打那就来 不敢就进内城 咱们择机再战 林克脸色难看 他想要现在将韩非扼杀 不是没有原因的 韩非此人实力太强 五条道所加深 真要打起来 在场的可能没几个 能跟他走过几轮的 这要是放到内城 那种可能更加复杂的环境中 到时候谁还能遏制韩非 他们又有什么条件 将韩非留在内城 而且 他现在都已经提议 要将韩非留下了 这两子已经彻底结下了 而且韩非也已经放话 只要出去 那就和他神邀灵为敌 在无垠矿区 惹上一个五条道所的强者 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这不 林克一时间 有些骑虎难下 他心说难道这群人 真的不想弄死韩非吗 韩非先前击杀的七大道 所及强者之中 就有一人是他的师弟 但其他道 所及强者死者的家里 难道就不想报复回去 只听林克贺道 诸位 难道真的怕这群散修内讧不成 要知道 此时不杀 或许就没机会了 一旦放任自留 谁知道将来这人图 会不会杀到你的头上来 便在不少人犹豫着 要不要顶着散修的威胁 出手的时候 却忽然听见韩非轻笑一声 吴 散修示弱 本皇还须不找你们出手相助 而后只听韩非道 纵然本皇孤身一人 又岂是你们这群废物 可以拿捏的 你是中海神周神妖灵的士吧 名字我记下来 要么你现在来杀我 要么来日我灭你 无银矿缺神妖灵分布的满门 还有其他人 想动手的趁早抓紧这个机会 要知道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了这个店了 韩非一口将散修的好意给回绝了 这让不少散修觉得无语 我们这是为你出头啊 你自己现在什么处境 自己不清楚吗 难道你还真的要跟这么多人打 就算你是五条道索的超级强者 也扛不住这么多强者啊 却听凶兽一脉那边 大猫咪王小九喊道 人途加入我们凶兽一脉啊 加入我们 我帮你弄死这个人怎么样 林克心头无语 这特么有你们凶兽一脉什么事啊 然而韩非淡淡的看了一眼 王小九那边 傲然道 多谢凶兽一脉的好意 不过不需要 今天 我心情不是很好 正想杀个人 去去晦气 说完 韩非刷的一下消失 那速度快到了 他仿佛从未动弹一般 全场 唯一一个能够跟得上韩非速度 只有几个人 王小九 正是其中之一 因为 韩非爆发出了一个开天竟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速度 30倍光速 太快了 在所有人实力都被压制的情况下 在此间天道无法借用的情况下 哪怕是王小九 也只能拼出20多倍的光速 而韩非却爆发出了30倍光速 这什么概念 意味着韩非的实力根本没有被压制多少 又或者说 韩非在速度一到上 天赋卓绝 不受傀儡成压制 反正 这一刻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韩非已经一拳轰在了林克的身上 因为速度实在太快 林克当然是反应不及 通知看见林克轰然炸裂 整个人被轰成了鸡粉 到目前为止 还没人能够硬扛着韩非一记忌灭之拳还完好无损的 不过 一拳过后 韩非也明误了林克的实力 他的身体强度 四条倒锁级的强者 但应该是出入四条倒锁 可惜 林克没想到韩非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就出手了 更没想到 韩非的速度快到了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而偏偏 这里是傀儡成 所以在林克炸开的那一瞬 他有小半的血肉被地上的阵纹所牵引 也幸亏这林克所在的神妖灵 属于神控师一脉 所以在自己炸开的一瞬间 林克用了踢死术 他强行调用了大量生命之力 重聚肉身 同时 四条大道之所浮现 崩断 他知道 这个时候不爆发 韩非再来一下 他就死定了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这位人途到底有多强了 一个敢孤身迎敌数万血手矿魔的疯子 不是真的疯 而是真的强 很多人 现在才反应过来 看上去韩非还站在原地 但人家已经差点将一位四条道所级别的强者击杀当场 那一刻 神妖灵的人终于也反应了过来 想要出手相救 阻拦韩非 庇护林克 可是 这在下一秒 同样还是一拳 林克身前浮现的神异藤草 试图挡住这一拳 毕竟有了准备 又崩开大道之所 林克的实力也是暴涨 只是 让林克意想不到的是 韩非的又一拳 竟蕴藏着恐怖无边的冰寒之力 今刻之间 将所有的神异腰直藤蔓 全部冰冻 继而粉碎 帝尊级别的力量 有人惊讶 这特么不是帝尊级别才有可能展现出来的力量吗 结果可想而知 林克再次被击穿在地 这一回他再次爆开 可惜 这一次他就是想用替死术都不行了 他的神魂被牵引 气血被地面吸收 后者碰得一声撞击在地上 血肉技术流于地表 神魂也无处逃逸 因为解开四条道索的超级强者 竟然就这么陨落了 这一幕 看得在场所有人都是头皮发麻 比如被安排过来打下手的陈天涯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特么还没正道呢 就已经强到这个地步了 刚才他能模糊地看到韩非的踪迹 再仔细点 他就看不见了 这是开天境应该有的实力吗 随随便便打出帝尊一击 别特么是正道进 强者混入开天境里面来了吧 在场的 唯一一个对此不以为然的 就是无双了 如果这些人知道韩非的身份的话 就不会感觉到意外了 去空神殿的当代传人 要是能被你们这撒瓜俩早得随随便便弄死 那才叫奇了怪了 等神妖灵的其他人杀到的时候 林克已经死了 而韩非则抖了抖衣衫 目光冰冷地看向了那些冲来的人 一个眼神 所有人暴退而回 开什么玩笑 老大连特么两拳都没挨住 就被打死了 他们上去干什么 找死吗 百蒙强者 此刻面面相去 有人道 这人徒来者不善啊 按理说这实力 根本没必要来无银矿区 他就是为了大地传承来的吧 有人附和 废话 那肯定是啊 甚至可能是为了神灵传承来的 否则这等人物 不至于跑过来跟我们较劲 有强者暗中留意 心中盘算 虽然韩非很强 但是他刚才第二拳 用了什么东西 那不是他自己能施展出来的手段 他手中一定握住了什么东西 有人留意到 刚才他施展的拳印 是神术无疑 不过纵然是神术 但如果在场的强者都出手的话 人徒应该依旧不是对手 刚才那种程度的爆发 他不可能一直都持续 而这里的空间又太小 纵然他速度快 但发挥的空间太小 有人摇头 我觉得还是先不必要进行这种无谓的争斗 这内城还没进呢 别折了一票人在这边 没有意义 而凶兽一脉 王小九惊呼 什么 速度竟然比本猫还快 怎么可能 本猫的速度在凶兽一脉那也是激进无双的存在 莫揪 此人若是真的能加入凶兽一脉 似乎也的确是一件好事 可惜了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神兽一脉 白虎 黄金鹿等人也面面相去 只听白虎评论到 此人的体魄太过强大 神魂之力也非常人能及 身上有极品神器傍身 在这傀儡城中 诸多压制之下 也没能压下他的实力 可见 他敢孤身陷入现在的境地 早已有自知之明 只是人族的血脉听说不太高的样子 为何会诞生如此强者 林克陨落 一时间在场的其他强者顿时就没有了对付韩非的想法 不是不敢对付 而是现在的环境下 面对韩非这样一个实力没有被压制多少的强者 损失定然不小 谁愿意当这个出头鸟 林克出头了 所以林克死了 韩非笑看着众人 还有人想要出手吗 再说一遍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了这个店了 此刻还得无双站了出来 好了 我觉得不必要的争斗可以少一些 现在只是傀儡城外城 大家应该考虑的是 怎么应付内城的情况 而非考虑怎么内斗 有强者顺势转移话题 不错 与其在这里自相残杀 不如先将这场事练走完 若大傀儡外城 大家收获颇风 这内城定然更甚外城 何必因小失大 却见韩非一马当先 没人敢进是吗 那么 我进 韩非没有继续追杀神邀灵的人 因为这些人也不会允许他肆意吐露 韩非心里也清楚 自己能恫吓住这些人一时 但不代表自己可以真的肆无忌惮 而且 狩猎这些人 有的是时间 可此番 自己是来寻找老乌龟的 他要清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听韩非要进 各大势力的首领纷纷朝着自己家的一些强者点头 于是一下子冒出了近百人 要和韩非一同进去 内城肯定是要进 但是大地手术烙印在头顶 这内城也不是那么好进的 总要有人先走看看 韩非要走前面 虽然大家都觉得他一下子也拿不了内城多少资源 但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所以还是要有人跟进才是 这不韩非大不当先来到内城门口 光只是站在这里 立刻就有恐怖的威压降临 除了威压之外 韩非感受到了身体变得愈发的沉重 有某种强大的力量 试图压制自己 法则之力吗 韩非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这种力量超过了励志大道的一个概念 他竟然从血脉 从神魂 从精神上 多角度 降临在自己身上 仿佛一枚大心压在了自己身上一般 扑 而这百人中 竟然有半数 身形都有些不稳 嘴角都一出血来 但是 因为跟韩非一起入内城的 都是大员满级别的强者 所以也并没有谁被大地手输给击垮 只是很难受 感觉举步维艰 抓一抹绿色的光芒突然绽放 没有缘由 一下子倾洒在韩非和那百名强者身上 这光芒一个照耀 却见这百名强者之中 有三个人 身上突然弥漫出大量的黑色烟雾 围观者中 有人豁然色变 不好 是不祥之力 有人惊呼 在外面的结界处 被不祥沾染的人 不是都死了吗 那三名大员满级别的强者 也有些震惊 自己什么时候沾染的不祥之力 可是 这时候再考虑这个 似乎已经晚了 那光芒似乎除了有进化不祥的力量 甚至连带宿主一起攻击 这三人根本都没有反抗的余地 身体燃烧了起来 最终在低吼声中 化成了一片飞灰 孤独这一幕 着实有点冲击众人的内心 如果连大员满强者 都不知不觉的被不祥侵染 那么在通过傀儡城的结界时 为何没有被察觉 是结界的档次低了 还是这大地手术的识别能力更强 而且其他人呢 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觉中 被不祥沾染了 除了那三人 韩非和其他人就顺利了很多 被这光芒扫过 并没有显现出异常 于是就轻松地进去了 消失在这城门之中 就在韩非他们通过了城门的那一刻 众人忽然觉得心头一紧 因为有一道道死亡的气息 似乎锁定了他们似的 等他们回头一看 就看见外城之中 莫名升起了数以万计的火焰箭矢 这些箭矢在虚空积蓄力量 似乎下一刻就要对着所有人击射而来 不好 进内城 那一刻 傻子都知道 是这座城市的防御机制 在强行迫使他们入内城 而目的 不言而喻 分明就是想通过大地手术 彻底进化掉所有沾染不祥的人 这也没有办法 如果不进 会被箭矢给射死 尽了 只是那些被不想沾染的人会被净化掉 孰轻孰众 大家还是分得清的 于是 只看见一大批人 纷纷涌入内城路口 抓刷刷当光芒再次扫过 却见足有三百多人 同时焚烧起来 大多数人 只是口角一穴 有人或许内府遭受创伤 有人神魂受创 但是 这种受创 还无法置他们于死地 这三百多人中 包括了一百多只凶兽 却没有一只神兽 这一点好理解 凶兽虽然有应对不祥的办法 他们本身也很难遭受不祥侵染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不是每一只凶兽 都有抗衡不祥的本事 也正是因为他们自负可以对抗不祥 所以才会有近百凶兽被不祥沾染 以至于此刻 生死到消 只是 让人骇然的是 竟然有这么多沾染了不祥的人 骗过了结界 傀儡城 内城 韩非跨入这内城的第一步 立刻就感受到了感知被屏蔽了 而且无法进入本命星辰 但是却可以勾连本命星辰 这意味着 在这里 本命星辰只可以内部连通过来 但是却难以做到从外部通过过去 意思就是 可以从本命星辰进入傀儡城 但不能从傀儡城进入本命星辰 不过韩非尝试了一下 一些如金矿之类的小物件 还是可以收入本命星辰的 问题倒是不大 其他的 倒是和外城没有什么不同 在感知被屏蔽后 韩非心头一动 只见他一步跨出 眨眼间消失在这些化新大员满强者的视野之中 这群大员满强者 本意是想看着韩非的 可是谁知道韩非这么放肆和冲动 都不了解内城具体什么情况 就冲了出去 就在韩非消失后的三西不道 北伐大军神兽一脉 凶兽一脉 就相继涌了进来 不少首领及强者 在进来后的第一时间 赫然发现 韩非没了 顿时 有人怒吓 人途呢 人途哪里去了 跟韩非进来的人 也是无语 只听一人道 刚一进来 他就冲了进去 我们发现这里的感知无效 想追也追不上 而且 这里有什么凶险都不知道 我等也就没有冒进 有人色变 糟了 这司会不会早就来过傀儡城 现在此人跑了 天知道他要做些什么 有人不禁要悔 该死 早知道刚才在外城的时候 就应该和林克一起出手 将其困杀了才对 现在这家伙人跑没了 说不定是直奔傀儡城的真正的至宝而去 甚至有可能是玄武大帝的传承 喵屋 王小九一脸愤懑 早知道本猫和他一起进来的 这个人贼得很 一个不留神 人就没了 万一他抢了本猫的大帝传承怎么办 莫丘 少给我扯毒子 没了就没了 不管怎么说 此行虽然凶险 但是收获也是颇丰 而且 这也是一次历练 我凶兽一脉 唯有靠自己 若这里有大帝传承 我们终究会找到的 北传大军中 陈天涯有些无语 这位就这么跑了 你好歹带着我们一起走啊 不管怎么说 自己等人也是来跟他打配合的啊 无双则无所为 韩非去干了什么 他断定的是 韩非并没有深入过这里 否则 韩非一早就会告诉自己 毕竟自己才是他此番 北传的唯一合作伙伴 他猜测 韩非应该是发现 这里的感知无法探索 所以才跑掉的 质问 一个在暗处的 实力堪比五条道所及的强者 有多么的可怕 无双更知道 接下来 神妖灵 原始之城 拾荒者之城的人要倒霉了 韩非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之辈 他来此的目的之一 可就是要干掉原始之城和拾荒者之城的人 只听无双喝道 先不要管他 内城感知无法探索 大家是一下大规模横推 若是触动实链禁制 则依旧转为小规模探索 记得千万千万小心 内城不是外城 唯有感知的情况下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凶险 话说 韩非只是跑出去千里 就被接连的数百箭矢给阻截 以得亏他速度快 身法好 否则第一时间就被射成了马蜂窝 原来 内城进空 是的 内城禁止飞行 而地表 是错综复杂的建筑和同样处立在道路两旁的雕像 在落地的瞬间 韩非施展双子神术 黑雾之身悄然避开傀儡 而白雾之身 刚刚落地 就遭到了五名傀儡的袭击 韩非发现 和外城不同的是 内城的傀儡 行动效率奇快 而自己的现身 似乎激活了这一片的傀儡 他们竟自发地组成了小队 开始在街道上巡逻搜索 有组织有几率的六级金矿傀儡 还没等韩非有所行动 忽然间 他只见周围的建筑 地面 甚至是一些真正的石雕上 忽然就开了一个洞口 每一个洞口 都有一道蓝色的箭矢飞射了出去 韩非转头一看 遥望长空 发现很多北伐大军在天上飞掠 成了活靶子 韩非无语 这不是蠢吗 分散开来不相望 集合在一起当靶子 第2600章内城风云之石荒者之城 北伐大军 只觉得末日要来了 谁能知道就从天上飞一下 试图往前推进 并观察了一下城中的情况 竟然就被数万箭矢爆射 但是 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 这是傀儡城的进空手段 在第一波箭矢爆射而出后 大多数人其实还是能反应过来 中招的只有几十个 但是 这些人避开箭矢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落地 而是继续盘旋在空中 他们以为这箭矢的出现 是针对他们所有人 然而 当逃散出去的数百人 被后来的箭矢洞穿后 这才让众人意识到问题 只听七嘴八舌的声音纷纷喝道 全都落地 此间进空 否则会被无止境地追杀 此话一出 大家当然第一时间落地 虽然落地后 可能会遇到傀儡 但是总比在天上荡靶子的要好 但还有人耍起了小心思 直接降临在一座建筑顶上 心说只要不飞到天上荡靶子就行 可紧跟着 他们所在的建筑中 有些动发出冲天箭矢 在他们防不胜防的情况 直接将他们射爆 这一刻 众人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仅仅是天上不能带 建筑上也不能带 他们只能脚踏实地 必须落在地面上才行 而一到地面上 不少人就遭遇了刚刚苏醒的六级金矿傀儡 大后期强者看见六级金矿傀儡 心头悚然 如灵大敌 而大圆满强者看见六级金矿傀儡 却以偿兴奋 觉得若是能拿下一些六级金矿傀儡 自己也算是发家了 因为两种不同的心理 大后期强者第一想法是找到其他大后期强者 结阵已对 这样才可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可惜 人群被冲散 虽然大家可能离得不是很远 但是放眼看去 四周都各色建筑 挡住了视野 想要迅速地归队或者结阵 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金矿傀儡不会给你时间 当第一只金矿傀儡苏醒的时候 战斗就已经开始了 只听城中 声音此起彼伏 虽然大家看不见 但是可以喊出声音 有人喊道 附近的大后期强者 都汇聚过来 有人惊呼 不好 大家小心这些六级金矿傀儡 他们大多组成了五人小队 针对应对我们的攻势 附近有没有强者 请前来支援 有人抱贺 这条街上附近的人呢 哪去了 快点过来结阵 有人落地遭遇傀儡 即便他实力完全爆发 只是将那傀儡轰飞出去数十米 但自身却被全盲洞穿 好在对方速度上似乎略慢了一些 这才让他逃出一劫 这人骇然 高呼道 六级金矿傀儡 实力堪比大圆满 大后期强者不要硬抗 能结阵的结阵 不能结阵的就往大圆满 强者附近靠 这时有人高呼道 大家注意 只要保持声音静默 不爆发能量波动 避开他们的视野 就可以避开他们的攻击 一时间 各条街道上 慌乱一片 有人直往附近的大圆满强者附近跑去 有人隐匿身形 藏到了建筑之间的角落 有人找到了组织 结阵出手 还有人竟然往建筑里面跑 然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但是那建筑内火光闪耀 有些则没了动静 大家觉得 看来进去的家伙 应该是被烧死了 这种往建筑里面跑的还不在少数 可能得有数百人 目前来说 只有一城的人安全出来 而这一城中 唯有一人 竟从屋里得了本极品大树 他也没吭声 直接塞进了本命星辰里面去了 而有人则喊道 不要进建筑 里面全都是傀儡 卧槽 全都是傀儡 这话给不少人吓得直接放弃了进入建筑的心思 虽然众人都不知道彼此在哪 但是有必要的话 可以出口喊话 比如建筑内部不要随便进入 可能会有陷阱之类的 反正就没有人说从建筑里面会掏出什么好东西 而在散落的人群中 那些排名靠前的势力 优势就迸发出来了 他们的成员虽然也多有分散 但却是分成了小团体 而所有人当中 最安全的 反而是散修 因为散修抱团 并且很能抱团 一落地就往一处跑 凑到一起就结阵 六级金矿也照杀 而凶兽一脉和神兽一脉 本来就敏锐得很 在剑矢出现的第一时间 他们就落到了地上 落地之后 所有凶兽和神兽还是汇聚在一起的 只听默究道 现在 即便是大圆满强者 也给我至少三人一组 我们是来寻找机缘的 不是来找死的 小心一点没有错 白虎那边也喝道 大家各自分散开 寻找一些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不要往一条街上去凑 遇到凶兽一脉 别管他们 金矿傀儡还在其次 我们的主要目标 是真正的传承 而真正的传承 绝非在这些破路上 白虎的意思是 金矿绝非首要资源 整座城市的守护都是有金矿傀儡来维持的 那么这座城市 到底有什么的底蕴和传承 不管是什么 肯定比金矿来的有价值的多 韩非在第一时间 也并没有去找老乌龟他们 他以航海万象移植了一个方向 那是老乌龟去的地方 但明确了方向之后 韩非并没有第一时间赶过去 他手中的航海万象一再次转动起来 这一次的目标 是荒者之城 罗尘 罗尘这会儿 带着十七八个人 一部分正在和六级金矿战斗 一部分在疗伤 还有一部分 组成队伍 开始尝试性的进入一些 看起来比较高大上的建筑之中 只听罗尘喝道 所有大后期 在这内城中 不需要你们做任何事情 你们给我探路 比如找到什么传承之地啊 城主府啊 但有功劳 将来出去 必有奖励 只是 就在罗尘安排了九个人出去探路后 过了足足五百戏功夫 结果愣是一个都特么没回来 罗尘觉得 这些人都已经遇害了 只听他吩咐道 所有人都有 向隔壁街道进发 时间不能拖得太长 正当罗尘准备放弃掉刚才那几个人 准备带着剩下的大员满墙者主动向香林街区进发时 忽然 一只三人队伍归来了 却见其中一人 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另外两个 身上布满了血字 显然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规模战斗后导致的 罗尘不宜有他 只见他道 怎么会去了这么久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听其中一人道 老大 隔壁街道没有咱们的人 我们被傀儡发现 还好可以利用这些建筑群避让 这才堪堪逃了出来 罗尘微微点头 这个正常 堂堂大地亲自打造的城市 若是没有危险 那才奇了怪了 只听说话那人道 老大 虽然隔壁街道没有发现我们的人 但是我们在旱道里兜兜转转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了一口古怪的井 里面似乎有极度浓郁的金矿气息 井 罗尘心头一动 但也没怎么惊喜 这应该只是一处小机缘 但肯定不是什么大的机缘 不过有机缘总比没有的好 如果小机缘得到的多了 自然而然的也就变成了大机缘 这步 罗尘心头一动 传音正在战斗的几人道 速战速决 随我来 速战速决 意味着大量的消耗 大员满强者对阵六级金矿傀儡 想要速战速决 就要疯狂的催动一下自身大道 同时为了防止傀儡的反扑 以及同归于尽的手段 大家都是能小心则小心 饶是罗尘说了速战速决 众人也足足用了三十余西才解决战斗 当然了 收获是五具六级金矿傀儡 价值不菲 片刻后 罗尘跟着那三名大后期强者 来到了那口井所在的方位 金口附近 有结界守护 当看见结界的时候 罗尘和那几个大员满强者 都是眼睛一亮 只要有结界的存在 代表肯定有机缘 而这处结界显然并不是很复杂 至少对于罗尘这位四条道所级别的强者而言 稍微花费点功夫 就可以破开 六百息后 当结界冻开 越发浓郁的金矿之力从井中溢散出来 感受到这股力量 罗尘心头一动 对着那三名大员满强者道 你们三人 下去一探究竟 只见这三人都是神色微变 似乎在担忧什么 却听罗尘道 放心 本座没有在这里感受到危险 放心下去吧 这三人挣扎了一阵子 最终还是步入了这井中 结果只过了十余夕 便听见井下有声音传来 老大 有情况 这里插着一柄键 罗尘一听 当即眼睛一亮 对身边俩人眨眼道 你们两个 留在这里 其他人跟我下去 本来 罗尘琢磨着 藏在这种地方 那肯定是好东西 至少也该是上品神器了吧 反正不可能是下品神器 否则哪个时代都能弄到 没必要藏着掖着 然而 就在罗尘几人落下的瞬间 忽然感觉不对劲 罗尘下一时暴退 但身体却皆皆实实地撞击在一重重风印上 下一刻 他就看见一片冰霜蔓延 极致的寒冷 硬生生将跟他下来的四位化心大圆满 冻成冰雕 不过 让韩非感觉有些差异的是 这四个被冻成冰雕的家伙 眉心竟然同时闪烁出一枚火珠 竟然勉强挡住了这极寒之力 疑 韩非第一次看见有化心大圆满强者 可以如此轻松地挡住极寒宝珠的力量 要知道 这可是逍遥境的可怕力量 说时迟 那时快 韩非连轰四拳 硬生生砸爆了纳斯陀冰雕 终究是逍遥境力量 虽然他们勉强可以扛住 但也不是靠他们自身的力量 而是那枚火红色的小珠子 而韩非随手加过一枚 确见谋中 信息浮现 宁称混沌火源 介绍生于混沌海深处的虚空火焰 炙热无比 可以焚烧万物 炼制成法宝 可抵御极寒 等级混沌灵火 品质普通 蕴含混沌之气211536点 效果炼化之后 可抵御极寒 对火之大道 有一定程度的免疫 看见这信息的时候 韩非顿时就明白了 混沌废土的冰层之上 便是极寒 而这些人 却同时拥有抵御极寒的力量 这意味着 韩非他们或许真的来自冰层之上 不过 纵然他们有着混沌火源 但也只能抵挡自然的极寒 而极寒宝珠爆发的极寒之力 却是拥有逍遥境力量的极寒之力 和普通的极寒 不可同日而遇 故而 这几人被冻结的那一刻 已经遭受重创 以至于混沌火源不得不出现护主 但韩非全忙已至 他们却依然无力抵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韩非轰碎冰块 连带着这四人的身体也跟着炸裂 却见韩非伸手一捞 将这四人的残骸 捞进了自己的生命星辰 而后看向同样变成冰雕的罗晨 但罗晨比其他人好一点 他在第一时间崩断了大道之所 并且他的身前也出现了一枚混沌火源 磕磕罗晨咳出一口带着冰屑的雪来 神色骇然道 你是谁 为何要对我拾荒者之城出手 这个时候 罗晨哪里还能不明白 自己派出去搜查的人 应该被控制了 这还不止 对方竟然还设下埋伏 暗算自己 这意味着 对方绝对有拥有四条道所及以上的实力 这么一看 范围就缩小了 拥有饥寒之力 拥有击杀四条道所强者的实力 整个北伐军中都没有几个 忽然 罗晨有些不感置信 细数北伐军中 有这等实力 还能施展饥寒之力的 只有一个人 那边是人徒 人徒 韩非咧嘴一笑 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罗晨亥然 你为何要对我们拾荒者之城出手 韩非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这还需要问吗 我人族和你拾荒者之城 仇身四海 不共戴天 你问我为什么杀你们拾荒者之城的人 不觉得有些可笑吗 罗晨神色大变 你果然是流浪者之城的人 你果然也来自混沌废土 韩非 不 你猜错了 我真的是人皇 人族之皇 念你万灵族 便从无银矿区开始 放心 此番前来无银矿区的所有拾荒者之城的人 我会一个一个找过去 他们很快就会陪你下去陪你作伴了 暴罗晨和韩非聊半天 自然不是真的想要闲聊 而是拖延时间而已 当然了 韩非并不在意 任由他拖延时间 任由他垂死挣扎 只见罗晨身前浮现一副宝甲 只见那宝甲化作一片玉甲屏障 彻底挡住了极寒之力 而此刻 只听罗晨爆吼 周矣 蓝风 下来助我 可惜 纵然罗晨已经声响如雷 可是 这里已经完全被韩非给封禁 上面俩人当然听不见 罗晨见乎就无效 但也没完全惊慌无措 他的力量已经完全释放 四条捣算全部崩断 那种久违的感觉 太强了 就在罗晨以为自己可以和韩非交手的那一刻 只见韩非伸手一点 道 下一刻 罗晨就骇然地发现 自己的宝甲呢 再一看 自己的宝甲竟然出现在韩非的身前 此罗晨只觉得荒谬 但又感到惊恐 他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了 当即准备全力爆发 与韩非一战 可韩非却再次开口 道 这一次 有一座宝塔从罗晨眉心飞出 怎么可能 罗晨大惊失色 震魂神器被韩非给打出来了 可是自己明明没有感受到神魂力量上的冲击啊 韩非撇嘴 强者唯一不好对付的就是 身上宝贝太多 砰砰砰 既然没法盗取意识 那就来应得 一时间 井中冲击力巨大 可以用地动山摇来形容 只是 哪怕冲击力在打 外界也依旧一无所知 韩非早已在这里布下千百种封印 为的就是万无一师 如此极小范围的正面遭遇战 韩非大道运转 罗晨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但是 罗晨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此来 收到了无双的暗中提示 表面上 十荒者之城来了一百人没错 但是在罗晨的本命星辰之中 步伐强者 这步 只看见虚空降临 一下子出现了32位化新大员满级别的强者 只听罗晨爆吼一声 来啊 有种再来啊 人途 今日你死定了 对于罗晨隐藏了此番北伐真实人数的事情 韩非早有预料了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陷阱 而不是直接打上去 干掉罗晨的根本原因 便在这32人出现的那一刻 这警钟时间 突然就多了数以万计的风神枪 风神枪一出 这刚出现的32人 本来就受到傀儡城的实力压制 现在又受到风神枪的压制 实力直接损了四成有余 这还不算 只看见韩非掏出无尽水 豁然引爆 首当其中的 就有七八个人被重创 这特么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 一出来实力就被极大的压制 然后就遭遇上品神器自爆 这些人直接就给炸猛了好吗 但是 一件上品神器 怎么可能击杀这么多化新大员满强者呢 实际上 韩非的这一次自爆 可是一个人都没炸死 但是 韩非丝毫不慌 只听他笑了笑道 你以为只有你有人 我就没有 随着韩非的西面移动 数千陕西出现在这处井底 是的 一共批大点的井中空间 硬生生塞满了一千多个开天境强者 当罗晨和那三十二个大员满强者 看见这一千多只陕西的时候 直接就猛了 尼玛这是什么情况 罗晨的意识还算清醒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只有御魂宗才有办法操控这么多的矿腰 但下一刻 罗晨新神一领 御魂宗首领杨坤 被韩非击杀 那么 会不会御魂宗的操控矿腰的手段 也落入了韩非之手 可惜 现在想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三十三对一千 纵然能打 可别忘了还有一个韩非在呢 砰砰砰 噗噗噗 半个时辰后 数千陕西 死了个金光 而且还不够 韩非又补上了一千只陕西 持荒者之城这边 陨落的大员满强者 却只有十三人 其他人 有人被韩非封神枪定死在井底 有人被韩非虚无知线扣着 有人在虚空道树下陷入沉眠 直到所有人全军覆没后 罗晨直接摔落在井底 心里最后一个念头是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一直在井口外守着的 周易和蓝峰俩人 都觉得这进去的时间 是不是有些太长了 自己要问候一声吗 正当俩人脑袋凑着井口准备 喊话的时候 忽然间 就看见一道人影从井口中出来 俩人一看 是老大出来了 这才放下了心思了 道 道 然而 这俩人只是刚听两个 莫名其妙的道字 就看见两人中 一人直接陷入沉眠 还有一人在眉心有一只小船飞出 企图抵挡韩飞的虚空倒数 然韩飞一拳轰出 直接捶爆了这只下品神器小船 跟着 虚无知线一扣 开始炼之失魁 他是要灭掉 石荒者之城和原始之城 可并不代表一定要亲手击杀了所有人才行 自己的目标太大 树敌太多 为了以后的考虑 自己现在得低调一些 这部一旦拿下了最强的罗臣 石荒者之城 在韩飞看来已经没了 本来此行无银矿区 他的目的就不是罗臣他们 而是张北海 现在只能算是重创了石荒者之城 在无银矿区的实力而已 目前石荒者之城被韩飞控制的盗索级强者有四个 大员满级别的强者有19人 这些人都被韩飞炼制成了火死人之魁 可惜韩飞现在没空去研究万灵族的肉身 血脉神魂情况 否则就可以用控室法印 对这些人进行完全控制了 当然了 火死人之魁也不落就是 走出这片复杂焊道之后 韩飞咧起嘴角 没了罗臣和近40位大员满强者 现在石荒者之城应该上有大员满强者40人左右 大后期强者近40人 不知道这些人在内城最终会死掉几个 就算没死 事后韩飞也不会让他们再有机会走出傀儡城 韩飞知道 自己现在不可能一个个去寻觅那么多石荒者之城的人 但今日航海万象仪还有一次使用机会 所以 韩飞心念一动 却见航海万象一转动起来 指向原始之城 安山北所在之地 却见航海万象一转动起来 却见航海万象一转动起来